第二十七章 彭沙 他刚刚明明唱得那么普通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听 难道他刚刚在耍我们 肯定是 杨总监一走上前 他的唱功突然就好起来了 哼 就会溜须拍马 四周一群的歌手 七嘴八舌 而被这群人簇拥着的杨宗黎 皱起眉头 小陈一个大学生 却被这群人以肮脏的思想揣测 你们要是闲着没事干 明天就去三步扫厕所 杨宗黎沉着脸 话音刚落 一众人面色一变 杨宗黎的话 可不是随便说的 要是他愿意 真的可以让在场的这些人 明天去三步扫厕所 我还有歌要录 先走了 经纪人叫我去签合同 喂 老婆你生了呀 一群人坐鸟受散 留下的几个也都是没堕嘴的 很显然 这些歌手和普通的作曲人 没人敢去出杨宗黎的眉头 陈东来在录音棚内 只觉得状态极佳 仿佛唱什么歌 都能瞬间将技巧和情感把握到位 好 随着外头录音师的一声喝彩 同桌的你 正式宣告录制完成 陈老师 我叫向东 很荣幸能跟你合作 录音棚内 拉小提琴的中年男人 有些激动的起身 相比于之前冷淡的态度 此刻的他 就像是见识了隐形富二代真面目的名媛 我也很荣幸 不等陈东来的客套话落下 杨宗黎已经推门而入 你小子有两把刷子呀 杨宗黎用力拍了拍陈东来的肩膀 长着胡茶的脸上 笑得很满意 还要多谢杨总监给的机会 陈东来熟练地回应 别谢我 要谢就谢你自己 你这首歌甩公司那些人 不知道多少条件 否则我也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还是要谢谢杨总监 行了 接下来的事不用管了 等母带出来 我亲自去电影公司跟他们谈 你就等着拿奖金吧 杨宗黎大手一挥道 陈东来又道了一声谢 所谓帮你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就算老杨有可能 是是看着别人的关系上帮他的 但他该道的谢还是得道 一番寒暄之后 陈东来走出录音棚 而杨宗黎 则是去盯那个录音师了 陈学殿 礼仆兴奋地朝着陈东来打招呼 学长 陈东来上前回应 目光却是不自觉地 被礼仆身后的董诗柳给吸引了 董同学两手空空 看来今天没有多买什么东西 陈学弟 你也太厉害了 礼仆朝着陈东来一番猛夸 陈东来随口应付 脸色却是有些不自在 因为 董诗柳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那双好看的单缝毛 仿佛要渗出水来 微卷的眼睫毛在空中轻颤 白洗脸颊很平静 看不到平日的两个梨窝 怎么回事 董同学卫生这么看着我 难道是被我的才华征服了 陈东来心中闪过几个念头 目不转睛地跟他对视 我 先回去排练了 董诗柳有些慌乱地转身 丢下一句话 便向排练试而去 排练 礼仆嘀咕一声 每天都可以排练啊 怎么突然这么解 但他看着董诗柳消失的背影 只能无奈地跟陈东来道别 学弟 我先走了 有空再聊 好 陈东来应了一声 看着不远处消失的人影 他的脑海中也闪过一阵奇怪的感觉 仿佛要想起什么事情 可是又想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望望 陈东来努力想着 感觉脑袋一下子昏沉了起来 半想 他叹了口气 应该是最近太累了 唉 鬼吹灯还没闲 得赶紧回去马自 陈东来心想着 转身向电梯而去 与此同时 郑语的办公室内 他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一群人正在公司的内网 匿名聊着天 听说了没 那个陈东来要发歌了 是那首 怒放的生命 不是 是位电影 青春你我 写的主题曲 那歌听着还不错 当然不错 杨总监亲自点评 说他甩了公司 那些人几条件 那些人指的是哪些 我怎么感受到了 强烈的侮辱 别感受 说的就是你 看着一条条的消息 郑语面色 渐渐难看起来 青春你我的主题曲 不正是他昨晚 才让人得三步的烂摊子吗 这一首主题曲 整个作曲一部 用了近半年的时间 也没有完成 他不相信 刚到三步一天都不到 就被完成了 而且还是 陈东来这个新人完成的 他是一万个也不相信 且不说陈东来 能不能写出 电影要求的歌 就算是写出来了 凭他的唱功 能录电影主题曲吗 既然如此 杨总理说的话 只有一种可能 他借陈东来录歌的噱头 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讽刺作曲一部 那些没能完成订单的人 郑语脸上露出冷笑 原来三步的杨总监 也会骂人呀 可惜啊 骂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带着满脸的不善 郑语将公司内 关于陈东来录歌的消息 都收集了起来 而后转发给了 娱乐记者孙东 郑语 你看看这些资料 过了片刻 娱乐记者孙东 郑公子是想捧杀他 郑语 不是他 而是他俩 娱乐记者孙东 明白 今晚就安排 郑语放下手机 看着环形落地窗外的黄昏都市 冷笑着道 杨总监啊 你也不能怪我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站错了队 他已经迫不及待 想等到晚上看微博了 陈东来并不知道 针对他的阴谋 已经在路上 他正坐在宫位上 写着鬼吹灯 过两天就要发稿费了 他得趁着月末努力一把 看看能挣到多少钱 而在陈东来的四周 一个个三步的作曲人 目光不自觉地往他那漂 外头传闻 陈东来拿下了 青春你我的主题曲 他们根本不相信 可是他们跟陈东来都不熟 想问也张不开口 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到来 替他们问出了问题 李雪柔敲咪地 摸到陈东来的背后 一拍他的肩膀 陈同学 无聊 陈东来早就发现他的动作 李雪柔也不生气 哦 听说你写新歌了呀 嗯 李雪柔大眼睛泛光说得很高兴 陈东来 假装听得津津有味 近来他和李雪柔 越加熟络起来 绝不是馋他那符合自己审美的身子 而是因为 他给的太多了 晚饭 夜宵 水果 这么大方的女孩子 谁能拒绝呢 第28章 舆论分歧 十股入围 松鼠烧烤 空气中飘荡着诱人食指的烧烤香味 陈东来最终 还是没能拒绝李雪柔的盛情邀请 陈同学 过两天就是国庆节了 你有什么安排吗 公司上班 除了上班外有什么想做的 挣钱 李雪柔撕肘了一下 道 那你的梦想呢 梦想 陈东来停下撸串的手 瞥了一眼道 我的梦想 就是挣到够多的钱 然后开个店 老婆孩子热扛头 我才不信 李雪柔撇了撇嘴 那我说 我的梦想 是当世界巨星 你信 陈东来 咀嚼着口中的烤肉 美好气得道 李雪柔眨了眨眼 道 你终于说出了实话 陈东来 李雪柔满眼一彩 陈同学 我感觉 你一定会成为巨星的 看着面前少女天真可爱的模样 陈东来心生感叹 曾几何时 她也这般天真 有梦想 对未来充满西意 只是后来生活的现实 将她那些虚无缥缈的梦想 以及对未来的憧憬 一点点碾碎在岁月里 成为了她这般的灵魂 陈东来笑道 小姑娘 饭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你不要叫我小姑娘 李雪柔一拍桌子 很不服气地撅起嘴 你还比我小呢 干嘛这么老气横秋地说话 陈东来愣了一下 是啊 自己为什么老气横秋 纵使前世再遗憾 那也只是前世了 重活一世 怎么能像原来一样呢 下意识低头 看见一片繁星 倒影在空荡荡啤酒杯中 李同学说得有点道理 老板 来一打青刀 好嘞 李雪柔白皙得眉头皱起 我不能喝酒 陈东来眼眸一瞥 道 怎么 刚刚还说自己大 现在却连点酒都不敢喝 你 喝就喝 谁怕谁 李雪柔瞪着陈东来 紧咬背驰 陈东来眼底闪过一抹笑意 还说自己不是小姑娘 随便一击就中招了 看我一会儿 不把你喝得跪地叫大哥 半个时尚后 陈同学 你还能不能喝了 不行的话 叫声姐姐就放过你 陈东来感受着脑海里的昏尘 他失算了 他忘记自己的身体 已经不是前世那宝经酒居的老男人 而是一个从小滴酒 未沾的小镇大学生 李雪柔喝得脸红无比 大眼睛煞是迷人 相比于喝酒前淑女的模样 喝酒之后明显放飞自我 一种大姐大的气质 一把抓着陈东来扛到背上 走出一段路后 陈东来被丢到了地上 而后李雪柔趴在他身上 偶得吐了出来 次日清晨 陈东来隐约感受到 一束阳光照在脸上 这阳光很明媚 暖暖的 很舒服 不过后脑勺有点疼 陈东来下意识坐了起来 挠了挠头发 感觉口渴得要冒烟 当他看清四周时 却是陡然愣住了 这是哪里 入目之处尽是奢华 刘金的灯具 紫檀的衣柜 雕花的木窗 一阵风从窗缝中掀起窗帘 陈东来只觉得身子 一凉下意识地低头 发现自己竟然光着膀子 怀着忐忑的心情掀起被子 裤子还在 陈东来这才松了口气 就在这时 那拾木大门 响起咔嚓一阵转锁声 一股近人心脾的香味 随风而至 陈东来闻声之后 随着香味望去 看到一个熟人 李婉轩 一身雪白的旗袍 勾勒出魅惑线条 细腰盈一握 长腿挺挺玉立 黑发斜披在肩上 浑身上下 写满了欲姐的风情万种 我 陈东来开口想说点什么 可一开口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喝点水 李婉轩有点嫌弃地 将装水的玻璃杯递过去 陈东来接过水杯 猛灌两口 一股诡异的安静 洋溢在四周 昨晚 陈东来决定打破沉静 直面恐惧 昨晚我把你俩接回来的 雪柔那丫头 涂在你上衣上 我让人拿去洗了 晚点送过来 李婉轩桃花眸中犯着鄙夷 陈东来再次沉默 他想起了一些画面 满脸红韵 放飞自我的李同学 拿着酒杯让他叫姐姐 还一把把他扛到背上 麻烦李总了 陈东来一脸歉意地 看向李婉轩 我不麻烦 要麻烦的是你 李婉轩淡淡道 我 麻烦 陈东来的心中咯噔一声 不会是昨晚受信大发 在花田里犯了错吧 看着陈东来 一副呆愣的样子 李婉轩玩耳一笑 道 自己看看微博吧 说完扭着风臀离去 陈东来下意识地打开手机 郑宇敬为一个新人发文 这是本意 还是被迫 一个乐坛新人 竟如此嚣张 称要直接拿下 青春你我 大电影的主题曲 内幕消息 青春你我的主题曲 已完成录制 是陈东来的原创歌曲 微博之上 关于他的文章 漫天飞舞 热搜榜的第一 俨然是有关郑宇 亦有关于他的文章 陈东来一点进去 粗鲁看了一眼 便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昨晚就在 陈东来睡过去的时间 关于他要拿下 青春你我 主题曲的消息 便传了出来 而后 便是紧随着的一片质疑声 然而 面对这些质疑声 郑宇竟然为他站台 发文表示 陈东来的作曲 实力很强 一定可以拿下 青春你我的主题曲 让大家多多支持陈东来 这一番操作下来 质疑的声音更加强烈 陈东来肯定又靠着 潜规则逼宇哥了 宇哥太可怜了 又要被他踩 还要出来捧他 陈东来 就你这种人 能写出什么好歌 一群黑子 占领了他的微博评论区 除此之外 青春你我 剧组的官方回应 也被顶上热搜 一篇上千字的文章 诉说了对永兴的种种不满 结尾更是指出 永兴如果只是想着 随便找人敷衍一下 那就等着法院的传票吧 很显然 陈东来的谣言 他们也听到了 让一个新人来做电影主题曲 这绝对是天方夜谭的笑话 青春你我 剧组的回应 表达了他们怒意 以及态度 陈东来皱起了眉头 难道他们对同桌的你 不满意 第29章 惊叹不已 正午时 陈东来拿到烘干好的衣服 便告别了李婉轩 他要去公司 问问老杨具体的情况 陈东来刚离开不久 躲在阳台后边的李雪柔 便偷偷探出了脑袋 他的手中 抱着一盆发芽的土豆 人在的时候 你不出来看 现在走了你 倒是看得起劲 李婉轩揶揄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李雪柔脸颊一红 道 我刚刚不是在睡觉吗 是吗 李婉轩桃花眼一条 眼神仿佛在说 我都不好意思揭穿你 李雪柔被看得小脸 更红了几分 她当然不是在睡觉 只是不知道 要怎么面对陈东来 毕竟昨晚酒后 做的那些事 简直粗鲁说不出口 小姨 你快去做午饭 我都饿死了 李雪柔红着脸 将身后的女人推回屋内 而后目送着陈东来的身影 消失在远处的街道上 大眼睛中闪烁着担忧 陈同学不会觉得 我很粗鲁吧 京城 青春你我 电影剧组的会议室 导演郭玉 看着身旁的几位投资人代表 脸色有些差道 这次事情在我 我太过相信 永兴了 本以为他们 一定会如期完成订单 所以就没联系 其他的作曲公司 郭导演 这件事也不怪你 只是电影原定 是国庆上映的 我看 现在网上热度 也不错 能不能努力一下 就按照原定时间上映就好 为首的中年负责人 策谋问道 郭玉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中年负责人笑着道 我听原副导说 之前永兴他们 发过来七八首曲子 都是金牌作曲人的曲子 不过您都没看上 郭玉面色一沉 道 你们的意思是 让我随便挑一首曲子 顶上去用啊 一众投资负责人 纷纷点头 感情打的是这么一个算盘 郭玉面露冷笑道 我郭玉知道二十年来 还从没在电影里将就过 青春你我的故事很好 那些歌曲 与这部电影不搭 强行塞进去 只会毁了电影 可是国庆当一年就这么一次 院线什么都安排得差不多了 总不能等到明年吧 中年负责人道 是啊 如果延期上映 损失可不小 要不就凑合一下 听着这群投资负责人的话 郭玉气笑了 好啊 在座的各位也都看过片子 既然觉得可以凑合 那我把刷下来的几首曲子 放给你们听听 你们自己选 一首替换上去 我会在影片里 数上诸位的大名 空气一片死寂 没有一位投资负责人 感应好 青春你我 这部电影 在网络上的热度很大 如果被爆出去 投资方为了赶档期 而降低质量 这绝对会引起 滑铁如是的口碑崩溃 到时候 不仅仅电影票房 要被影响 恐怕参与指定主题曲的人 也要承受舆论的打击 郭导演 我们相信你的眼光 是啊 这种专业的事 我们可做不了主 还得是郭导演来 一群投资负责人 善笑着说好话 面对这些软化 郭宇却没有松口 人的名术的影 他郭宇能走到尽头 靠的就是对作品质量的 极致把握 如果这一次 因为投资人的要求 而放下对质量的要求 那么下一次下下次 终有一天 他会被淘汰 郭导 永兴又发来了一首曲子 你要不要听一下 袁富导硬着头皮 打断了谈话 听 郭宇冷冷的一抬眼眸 道 就在这里放 让几位投资人一起听听 看看这种水平的歌 能不能放在电影里头 袁富导小声道 这不好吧 郭宇大声道 没什么不好 袁富导无奈 只能上前将电脑 投放到会议室的屏幕上 空格键敲下 音乐响起 明天你是否会响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郭宇看着屏幕 脸色认真起来 这首歌跟之前发来的 完全不在一条水平线上 你从前总是很小心 问我借半块橡皮 你也曾无意中说起 喜欢跟我在一起 轻缓中带点沧桑的歌声 配合着吉他和小提琴的旋律 像是在讲述一个 关于青春的故事 那个让少年怦然心动的女孩 那段纯粹无瑕的情感 来不及说再见 再见却已是满怀遗憾 郭宇的脑海中 不自觉地浮现出 青春你我的剧情 在座的所有人挣住 一针针关于青春的画面 仿佛在眼前闪过 谁取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啦啦啦 最后的歌词 只有纯粹的 拉子 仅一个字重复 却唱出了不同的情感 配合着那吉他与小提琴的旋律 仿佛将故事再次回顾了一遍 旋律缓缓淡去 所有人望着屏幕正主 没有说话 完美 简直完美 郭宇缓缓回神 大声惊叹 他一侧手 见一众投资负责人 正齐齐看着他 仿佛在问他 永兴的歌有什么问题 你们这么看我干啥 郭宇当即明白了 懊恼道 不是我挑啊 而是之前他们送过来的那七八首歌 跟这首歌 完全是天差地别 郭导演 这么说 这首歌是可以了 有投资负责人问道 何止可以 简直是完美 郭宇满脸兴奋 目光扫向一旁的制作人 这个是谁写的 陈东来 陈东来 郭宇愣了一下道 昨天晚上到得沸沸扬扬的那个新人大学生 原副导点了硬了声势 也是他唱的 空气突然安静 好半想 郭宇才回过神来 满脸复杂道 不愧是永心三步的人 后生可畏啊 以他在娱乐圈二十余年来的经验 不难听出这首歌的水平 无论是编曲 或是歌词 甚至连唱功都堪称完美 陈东来 他记住了 永心大厦 郑宇坐在沙发软椅上 左手拿着手机 右手端着一个装满红酒的高脚杯 他在公司一般是不喝酒的 但今天是例外 他很高兴 从昨晚至今 陈东来始终没有在微博上回应过一句话 而且 刚才还听说陈东来急匆匆的来了公司 去找了杨宗黎 想跟我的斗 郑宇看着微博上的舆论 嘴角勾起冷冽的弧线 陈东来没有回应 而关于的舆论却愈发的壮大 用不了多久 就足够彻底断了他在娱乐圈的路 谁也帮不了你 郑宇抿了口红酒 兴致勃勃地刷着那些 关于陈东来的热搜 就在这时 他的屏幕上突然闪过一道提示 您关注的青春你我剧组 发布了新的文章 郑宇满脸笑意地点了进去 他有些期待 青春你我的剧组 会怎么对陈东来开炮 第三十章 舆论不休 这怎么可能 郑宇脸上的笑容一僵 反复刷新了几遍屏幕 屏幕之上 那条青春你我剧组的微博内容 依旧一点没变 青春你我剧组 为我们昨日过激地言行道歉 永心三步的实力果然名不虚传 另外 还要感谢陈老师用心做的歌曲 Add逼人陈东来 这不可能 郑宇手中的红酒杯重重 放在桌面上 随着喷一声清脆的碰撞声 高脚杯内的红酒四处飞溅 就如同郑宇此刻的心情一般 他根本不相信 陈东来的歌 能被当青春你我的主题曲 一个刚签约的大学生 要资历没资历 要唱功没唱功 他的歌 凭什么 能被这种级别的大电影 选当主题曲 这简直就是笑话 与郑宇有着相同想法的 还有微博上无数的网友 震惊 投资四千万电影 竟然让一个刚人型的大学生 写主题曲 陈东来的歌 被选中为《青春你我》主题曲 他背后的势力竟如此强大 盘点史上 因为一首歌而毁掉的整部电影 一群媒体嗅到了流量的气息 各类相关的文章资讯 铺天盖地的涌出 这些文章观点众多 但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观点 便是说 陈东来是倚靠背后关系 强行内定《青春你我的》主题曲 有了昨晚郑宇发文 力挺陈东来引起的热议 再加上《青春你我》剧组这篇文章的推播助澜 关于陈东来的话题已经占据了微博前五 许多期待《青春你我的》影迷纷纷被带动 去陈东来的微博下方问候 也有去责问《青春你我》剧组的 更有发文痛批加入热点传播的行列的 有关系就是牛 连电影主题曲都能内定 《青春你我的》剧组真是瞎了 竟然选陈东来的歌当主题曲 听说过用好歌捧烂片的 还没听说过用好电影去捧烂歌的 面对这些汹涌的舆论 《青春你我》剧组默默发出了一组宣传海报 海报之上主题曲的名字叫 同桌的你 作曲人和演唱者俨然就是陈东来 煞时间舆论更加汹涌起来 可是无论舆论如何 陈东来的歌被选为《青春你我的》主题曲 这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了 郑宇坐在办公室内 面色阴沉的仿佛要滴出水来 这家伙走了什么狗屎院 肯定是李婉轩在帮他 为了捧这么一个新人 竟然不惜动用这么大的关系 很好 他打开了手机 点开了娱乐记者孙东的头像 郑宇 小孙 你帮我控制一下网上的舆论 我要陈东来 直接滚出娱乐圈 孙东收到消息 他微微皱了皱眉头 以他多年从事娱乐记者行业的经验来看 此刻微博舆论趋势 透露着一股说不出来的怪异 看似陈东来的名声跌到谷底 可是 若是陈东来的作品真的很好呢 只要他的作品真的足够好 此前的一切舆论都将会被冲散 这几天 他在帮郑宇安排陈东来 所以细细研究了这个人 陈东来这个人虽然没啥资历 可是才华却是绝无仅有 那首怒放的生命 唱得他都差点热血沸腾了 娱乐记者孙东 郑少 你确定那个陈东来的歌不行 如果他的歌 可以那这些舆论是起不到作用的 孙东决定还是问清楚 郑宇看到孙东的回复 眉头一拧 郑宇 我确定 你放手去做 消息发过去后 他又赚了两万块钱过去 看着洪灿灿的转账记录 孙东的心猛地跳了一下 虽然事情透露着一股古怪 但票子当前他 还是没有犹豫 娱乐记者孙东 郑少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看到孙东的回复 郑宇冷笑着放下手机 陈东来他搞定了 谁帮也没用 杨宗离办公室内 阿帖 陈东来刷着微博 打了个喷嚏 你着凉了 杨宗离看着面前的少年 下意识问道 没有 可能就是昨晚喝了点酒 睡过头了 陈东来揉了揉鼻子 硬道 年轻真好 杨宗离羡慕看着 拉回正题道 对了 青春你我的订单抽成 要等到十月他们电影上映 之后才能给你 还有你那首 同桌的你 发行 估计也得等到那时候了 不急 陈东来平静应声 对了 刚刚 青春你我的剧组给我发消息 说想请你配合宣传一下电影 不要急着澄清舆论 他们想要借着热度 宣传一波电影 杨宗离下意识地道 借舆论炒作 不行 陈东来果断拒绝 微博上的舆论 他自然也看到了 要不是此刻杨宗离在看着 他早就澄清 顺带对那些黑子开炮反击了 而且他本来 对于这种靠舆论炒作的方式 有点反感 那可惜了 他们说要跟你签个宣传合同 筹金有十万呢 杨宗离若有深意地 看向陈东来 十万 陈东来愣了一下 义正言辞道 老杨 身为青春你我 电影主题曲的唱作者 配合宣传 绝对是义不容辞的 你告诉他们 我答应了 说着 他打开微博 果断转发了 青春你我 剧组的宣传海报 什么 你说不要脸 那脸有十万实在 杨宗离有点哭笑不得 之前李婉轩跟他提到 陈东来喜欢钱 他本来以为是开玩笑 今日一见 竟然是真的 好吧 我把电子合同发给你 你签一下 这个钱是要交税的 到时候同订单的抽成一起发 好 陈东来点头应了一声 这几天 你小心点 杨宗离善意地提醒道 什么意思 陈东来不解 网络上的人很疯狂的 之前有个拳击手来陆江旅游 他在网上说 陆江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结果当天晚上 就被人堵在酒店的厕所 为了使 都上新闻了 杨宗离笑名利地道 陈东来沉默 他总觉得老杨在暗示着什么 不过 他还是暗自决定 等会儿就去买个口罩 好了 没事就回去吧 等国庆后 你再来估计 他们就要跟你称兄道弟了 杨宗离挥了挥手 再见 第三十一章 同桌的你 青春你我 如期在国庆上映 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预想的发展 青春你我的知名度是有了 但是首应票却是卖的 竟然有点差强人意 提前买好票的董事柳 独自去了电影院 老公 我们为什么要看这个 网络上不是说 这用来捧烂歌的烂片吗 宝贝 那还太晚了 其他的票都卖完了 好吧 没事 一会儿要是真的很烂 我们就去豆瓣上插评 听着身旁情侣的对话 董事柳白皙的额头骤起 陈同学明明唱得那么好听 怎么能叫烂歌了 董事柳小声嘀咕 不是他不想帮陈东来证明 只是电影院里这么说的人有点多 他怕自己说不过这么多人 大荧幕亮起 电影以男主邻目的自白开头 在男主的叙述里 他是一个在美国拿到绿卡的成功人士 他收到女主的结婚情节 陷入回忆之中 然后故事才真正开始 这拍摄手法不像是烂片呀 我感觉也还可以 可能就只有主题曲是差劲吧 一些人小声的议论 电影的画面已经跳转到了男主邻目 第一次见到女主 在一节迎接转学生的课堂上 女主是一个羞涩寡言的小女生 叫做周芝 周芝被安排成为了陵木的同桌 两个人静静坐着 陵木看着周芝那青涩纯洁的脸颊 怦然心动了 班上的以恶霸胖子为首的几个坏同学 喜欢盯上了周芝 他们以欺负转学生为乐 于是接下来周芝像皮擦丢失 文具盒被拆成两截 客桌被人涂上猪头 各种整骨让陵木看不下去了 冲冠一怒为红颜 他对全班的同学说 以后谁敢欺负周芝 就是和他过去去 周芝看着身旁为他出头的同桌 被他吸引了目光 然而当天课间 陵木就被恶霸胖子威胁 让他少管闲事 否则就揍他 陵木很是硬气 就是不让他们欺负周芝 于是乎 便和恶霸胖子等人打了一架 结果就是陵木被揍得鼻青脸肿 慢慢地周芝也被陵木打动 知道他是为了帮自己 才跟那些人打架的 有一天他打架回来 周芝给他递了一块大白兔奶糖 两个人的感情 就从此拉开畜牧 初中的懵懂渐渐过去 而后便到了高中 陵木的成绩不好 但周芝的梦想 却是出国留学 陵木为了跟上周芝 便请他给自己补课 在一节节课堂上 一次次补课中 寒暑交替 岁月流转 两个人的感情缓缓升温 终于在高考之前 他们确定了关系 陵木跟周芝说 总有一天 我会带你去一个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 周芝很开心 送给他一张亲手画的纸币 啊 这就当你带我去的路费了 理想总是美好 然而现实总是残酷 画面一转 高考结束 陵木成功被外国的大学录取 可是周芝的分数 却差了一点 于是 周芝决定复读 他让陵木在外国等他 两个人开始异地恋 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好 可当遭遇到的现实难题越来越多 两个人之间 渐渐没了话题 有了间隙 日子慢慢过去 周芝考上了外国的大学 可是他家里的条件 却不允许他出国留学了 周芝经过一番煎熬 最终自己跟陵木提出了分手 他觉得自己已经配不上陵木了 在他看来 陵木在美国已经很成功了 没有必要为了他回国 彼时的陵木 在国外被一堆事物缠身 面临人生前途的分岔路口 他看到周芝提分手信息 以为周芝并不想出国了 他很想回去 可是在国外已经拼搏了数年 这般截然一身的回去 能改变什么呢 万般疲惫之下 他点头了 两个人分开后 数年没有再联系 这时候 电影回到了开头 陵木拿着请柬坐飞机 回到了国内 他参加了周芝的婚礼 婚宴之上 宾客如云 陵木拿着拿张 曾经周芝亲手画的纸币 随了份子 新郎看着有些错愕 周芝去连忙给他解释 啊 这是我初中同学 他就爱开玩笑 新郎这才恍然 陵木被安排到了 宴席的最后一桌 坐着的都是曾经的老同学 一众人在唏嘘声中 提起陵木和周芝的往事 陵木沉默不言 直到周芝敬酒到这一桌 四目相对 素来不喝酒的周芝连灌了几杯 而后带着醉意 跟陵木讲起了 为何要与他分手 误会解开 陵木百感焦急 可是一切都已经迟了 他只能目送着新郎将喝醉酒的周芝带走 还在向他们陪礼 画面一转 浮现出陵木初见周芝时候的课堂 他们两个做同桌的画面 周芝深夜给他补课的画面 还有两个人确定关系拥抱时候的画面 机场分别的画面 随着这些画面 同桌的你 歌声响起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昨天你写的日记 明天你是否还惦记 曾经最爱哭的你 谁取了多愁善感的你 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把你的长发盘起 谁给你做的嫁衣 唠唠唠唠唠唠 少年沧桑的歌声 荡漾在影厅之内 整部电影所有的画面 缓缓在眼前浮现 无数人的心脏 像是狠狠被戳了一下 屋 许多观众不自觉地开始哽咽 眼眶湿润 不知是结局太过伤感 还是歌词 让他们回想起了 属于自己的那段初恋 董事柳红着眼眶 背包中的纸巾 已经用了大半 类似的一幕 同时发生在影院的许多角落 影厅的灯光亮起 电影泄幕字幕 缓缓在大荧幕上滚动 热大的影厅内 却是无一人起身 我忍了一个多小时没哭 最后被一首歌给引爆了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每一句歌词 都让我想起电影中的画面 歌声中透露着情感 竟然让我有种感同身受的错觉 之前谁说这是烂歌的 网络上舆论真是骇人 我要去揭穿他们 一群人自发开始为 青春你我 证明 为这首歌证明 人群后方 董诗柳看着字幕 主题曲 片尾曲 同桌的你 演唱 陈东来 作曲 陈东来 董诗柳的脑海中 不自觉回忆起高中时候 某个上学给他带糖果 领他逃课去看电影 陪他一起留堂扫教室 跟全班同学说 喜欢他的大男孩 类似于董诗柳所在的影院内 发生的一切 同一时间 在无数的院线上演 第32章 独家爆料 青春你我 上映不到半天的时间 口碑瞬间逆转 影评网站斗瓣之上 无数人给其打了 接近满分的分数 本来以为是一部烂片 结果却让我意外 看完电影 直接泪崩 片尾的歌扎心了 我忍了一部电影 没想到最终哭在主题曲上 看了羡慕 片尾曲是陈东来 同桌的你 谁敢说这首歌烂 看我不喷死的 为什么网上搜不到 同桌的你 害得我再刷了一遍电影 一致的好评 如潮水一般 席卷在豆瓣之上 满分十分的评价 这首《青春你我》 得了8.0分的高分 《青春你我的》 导演以及制片等人 看到这令人惊叹的成绩时 高兴地欢呼雀跃 我们这部《青春你我》 是要爆了的节奏啊 副导演激动无比 青春爱情类的题材 这几年很少有大火的片子呀 郭导厉害 制片人以及几个主创 也是纷纷开口复合 郭寓却是挥了挥手 感慨道 这一次主要是沾了 同桌的你的光 没有这首歌曲作为点睛之笔 那口碑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爆 郭寓导演说得不错 陈东来这首《同桌的你》 的确不错 副导演复合道 陈东来 郭寓眼眸一瞥 没好气道 现在应该叫陈老师了 是是是 这一次多亏了陈老师了 否则电影要延期上映不说 还不一定能有现在这么好的成绩 副导演点头感叹 听说这个陈老师 还是个大学生呀 没错 在校园的时候 便是他凭着一手怒放的生命 击败正宇 引得南方好几家大娱乐公司争抢 好羡慕 年少成名 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你羡慕啥 忘记在今天之前 陈老师在网络 是怎么被黑的了 好像是 不过陈老师实力这么强 为什么不发收手新歌证明自己 我听说是他得罪了永兴的少东家郑宇 剧组的一众人议论纷纷 半想 他们大致得出了一个猜测 就是陈东来得罪了郑宇 导致一直被打压没出头的机会 这一次 肯定也是想要让陈东来背锅 没想到他直接一鸣惊人 陈老师真的是少年英才啊 我觉得 未来的华语乐坛 必有他的一席之地 可不是 之前的手怒放的生命 我可是特意 把视频保存了下来 每次听就觉得热血沸腾 郭宇听着剧组众人的议论 面露思索 哦 等上映结束 我亲自去永兴一趟 问问他 愿不愿来我们新黄娱乐 郭导演 这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 人才不能埋没了 就这么决定了 与此同时 网络上舆论也在逆转着 我实名向陈东来老师道歉 之前是我们误会了你 以你的实力 根本不需要剽窃 听完陈东来 同桌的你 我没有哭 因为当年的同桌 现在是我媳妇了 那首 同桌的你 想起我脑子里瞬间想起初恋 十年了 她已经是别人孩子的妈妈了 可是我还是放不下 网络上找不到陈老师的 同桌的你 我又买了一张票刷了一遍 无数人向陈东来道歉 同时也推崇着 同桌的你 这首歌 一开始 网友们还觉得 这些个人是拖吧 结果人越来越多 他们也被激发了好奇心去看 一看完也被其打动了 于是声势便愈发的大了起来 经过这么一波逆转 青春你我 接下来几天的电影票 几乎都被预定一空 各大院线纷纷临时给 青春你我 增加排片 按道理 国庆当的排片 都是经过慎重安排的 轻易不会调整 可是 青春你我的逆转 实在是来势太凶 如果一方不调整排片 那影迷很有可能 就被其他调整了排片的院线 给抢走了 经过一天的发酵 微博上关于 同桌的你的热度 却是越来越高 甚至都超过了电影本身 永星王牌作曲人 红金发了一条微博 小陈老师的歌很好 有机会一定要请教一下 红金是永星的曲爹 他最擅长的创作 便是青春校园风的歌曲 当年凭着几首青春校园歌曲 直接捧红了数个顶流天后 这么一位曲爹开口认可 让那些本来想找茬的人 瞬间没了心思 这条微博被许多人关注 最重要的是 陈东来还亲自给他点了个赞 这一个赞的操作 让无数业内人士哭笑不得 面对曲爹的赞叹 不应该是谦虚感谢吗 怎么还点赞认同起来了 不过 这个时候没有人去说陈东来什么 毕竟曲爹本人都还没说什么 正是因为陈东来的一个赞 让红金这条微博的关注量 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不错 不仅写得好 唱功也很到位 勇兴的歌王林康评价 这首歌不弱于那首 怒放的生命 绝对是金曲级别的歌 陈老师真的只是一个大学生吗 有圈内资深作曲人惊叹 一些与红金有关系乐坛人物 也纷纷附和点评 此前那些说 陈东来靠着潜规则 剽窃作品等等文章资讯 瞬间被那些媒体删除 取而代之的 是一条条蹭热度的反驳文 网传剽窃的大学生 一首新歌竟被被曲叠点评 让半个作曲圈认可 这般人物怎谢去剽窃 唱功被歌王称赞 作曲让乐坛惊动 这样的人 何必靠潜规则 陈东来 乐坛新生代的代表 随着这些资讯被发表出来 关于陈东来之前的舆论 瞬间被冲刷得一干二净 陈东来的微博下方 冒出了许多的粉丝 我是陈老师的第一个粉丝 听楼上放屁 我才是陈老师的第一个粉丝 他上一条微博 还是骂陈老师的 截图为证 被陈老师征服 骂人有文化就算了 写歌还这么好听 真相大白 陈老师实在是太惨了 从签约一直被黑 到现在还没出道 陈老师 同桌的你 什么时候上架 我在音乐平台上搜不到 陈东来笑眯眯的 看着粉丝们亲切的问候 遇到一些头像风骚的 他都会点进去看一下 没准有机会 请到家里拍个MV啥的 他正欣赏一位健身女博主粉丝 看得十分起劲时 一条热文推送却弹了出来 挡住了关键部位 他本想一话而过 然而推送的文字 却是让他停下了手指 独家爆料 陈东来那首 同桌的你 竟是写给他的 陈东来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点了进去 第三十三章 伤心的女人 独家爆料 陈东来那首 同桌的你 竟是写给他的 陈东来本以为 这篇文章是瞎扯的 然而 当他看到文章中 带着他小时候的配图时 他就知道不简单了 这篇文章详细列举了 陈东来 从高中到大学的生涯 比如 他在高一的时候 是一个岔生 但是遇到了一个 长得很漂亮的 校花女同桌 男女同桌 很快便混熟了 校花将作业借给他抄 老师过来 就提醒他别睡了 而陈东来经常给他买糖果 带他一起逃课看电影 等等经典级的青春校园剧情节 高一下学年暑假 就在两人日久生情时 校花的父亲却出了车祸 他不得不再转学 而没有了校花的暑假 陈东来过得很痛苦 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 找好兄弟们借了钱 偷偷搭火车 从偏远小镇 跨越千万里 到京城去找校花 两个人在京城再见 相互约定 有一天在陆江大学再见 时隔多年 两人历经千辛万苦 终于在陆江大学重逢 一位是陈东来 至于另一位 则是陆大的新生校花董诗柳 通篇文章写得十分详细 甚至请出了陈东来的 高中同学作证 陈东来看着看着 感觉脑袋一阵剧痛 一针针画面 就像是烧红的烙铁 烙在他的灵魂深处一般 不知过去了多久 陈东来抱着脑袋 满头大汗地回过神来 他的手机不知何时 已经滑落到地面之上 屏幕上显示的 正是那张 他和董诗柳在高中时候的合照 稚嫩的少年和少女 这怎么可能 陈东来捡起手机 仔仔细细地瞧了一遍 眼中满是怀疑人生 他的脑海中 的确是多出了一段记忆 是他和董诗柳相处的记忆 可是他清晰地记着 自己前世上高中的时候 是没有董诗柳这个同桌的 难道穿越过来的世界有差别 唉 难怪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原来是真的 陈东来感叹一声 接受了这个事实 记忆深处 那股熟悉的画面是 无法骗人的 不过他和董诗柳的关系 根本不像文章中写的那样 在高中时候 两个人刚开始是不熟的 可是陈东来为了买桐桐桌 让自己可以上课睡觉 而且有作业抄 于是才请他吃零食 带他去看电影贿赂他 就算后来时间长了 两个人充其量 也就是互有好感而已 根本到不了文章里 说得那么情深义重 至于他之所以回去京城找董诗柳 纯粹就是和高中同学打赌书了 为了不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当时的他只能硬着头皮去了 这群无良媒体 真的是找骂 陈东来打开微博 毫不客气地在文章下方评论了一句 律师喊警告 然而 他又发了一条微博 不信谣 不传谣 那篇文章被陈东来一警告 吓得没过多久 就直接删除了 奈何这本来就是一篇被推送的文章 早已被无数人看过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越不希望发生什么 往往什么越会发生 陈东来的微博都还没扩散出去 各种关于 同桌的你 背后的故事就已经流传开了 同桌的你 背后的故事 陈东来的深情三年 同桌的你 原来藏着这么大的秘密 小镇青年追逐梦想与爱情的故事 董诗柳太幸福了 竟然有人为他 写这么一首歌 这类文章就像是雪花一般 灰灰洒洒而出 陈东来原本还想警告一下 可他一刷新 就会出现几十篇相关的文章 甚至有些还add了他和董诗柳 这简直就是过分他妈 给过分开门 过分到家了 半想 陈东来放下手机 叹了口气 毁灭吧 事件 我累了 关于他事业的舆论 刚刚被同桌的你 洗白 结果关于他感情的舆论 就又席卷起来 这一届网友 未免也太闲了吧 陆江外滩别墅 碰 李雪柳将窗台边的那盆土豆 踢倒在地 陶瓷的花盆 瞬间被颗粒而开 躺在沙发上 伸展郊区的李婉轩 将桃花眸撇了过去 他当然知道 李雪柳为什么而生气 肯定是看到了网络上 关于陈东来和董诗柳的那些文章 大小姐 谁又惹你生气了呀 李雪柳将脸撇过去 不让小姨看到她的眼睛 此刻她的那对大眼睛里 湿润泛红 鼻子发酸 十分难过 她明明说 不是为了董诗柳留在永心的 她为什么要骗我 李雪柳咬着嘴唇 不让自己流眼泪 但是她的声线已经变了 董诗柳迈不上前 将小丫头拉到沙发上 道 小丫头 她骗你你应该惩罚她 而不是自己哭鼻子呀 李雪柳伸手快速地抹一下眼睛 固执地道 我没有哭 我只是很难过 她为什么要骗我 小姨一开始就跟你说了 那家伙不是什么好人 你非不信 现在这么难过 好了好了 别哭了 以后不理她就是了 再过两天 小姨就回永心了 到时候 帮你好好收拾她 李婉轩搂着李雪柳的小腰 开口安慰道 这丫头 她几乎是从小看着到大的 她心里的想法 李婉轩比她还清楚 很显然 这丫头已经喜欢上陈东来了 可是就是嘴硬不说 现在看到陈东来和董诗柳的故事 所以才会那么难过 在李婉轩的一番安慰之下 李雪柳默默起身 说了一句 自己要回家 便出门走了 李婉轩看着她孤独的背影 心中有些愤怒 这丫头从小就喜欢跟她在一起 父母常年不在家 往常只要自己不敢人 她根本不会回去的 没想到 今天竟然主动说要回家 可见她有多伤心 心念及此 李婉轩叹了口气 而后沉着脸 拨通了陈东来的电话 她要好好的 给陈东来心试问罪一番 正在郁闷的敲键盘的陈东来 看到了李婉轩的电话 脸色一正 轻壳一声 接了起来 轩姐好 她可是记得 李婉轩当初跟她承诺 如果能够在十月新秀季 拿到前三 就私人奖励她十万 现在她的歌即将发行 距离前三 就差最后一步看命了 这会儿 可不能得罪李婉轩 别叫我轩姐 轩姐这么大火气 是谁让你生气了 我来帮你出气 陈东来向来不知 脸皮为何物 除了我们大名鼎鼎陈老师 还有谁能惹我生气 李婉轩冷哼道 陈东来愣了一下 道 天地良心 我可是为了轩姐说的 新秀季前三 偶心立血 既写歌又发歌 还要应付网络上的舆论 我怎么就惹你生气了 李婉轩皱眉道 我没跟你说这个 你说 你是不是骗雪柔那丫头了 第34章 第一桶金 啥 陈东来愣了一下 道 没有啊 我一直很喜欢她呢 我怎么会骗她 呵呵 李婉轩冷笑 道 我们陈情圣睁着眼睛 说瞎话的本事 果然不小 轩姐 你说这话 就太让我伤心了 雪柔长得那么漂亮 我喜欢还来不及 怎么会骗她呢 陈东来死不承认 他当然骗过李雪柔了 上次送她的土豆 说是家乡的土豆 还有说是因为爱情 才留在永心 以及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 你是不是跟雪柔那丫头说 你不是为了董事柳 而留在永心的 李婉轩哼声道 是啊 我说过怎么了 陈东来愣了一下道 还怎么了 李婉轩生气了道 你是觉得我不会上网吗 微博上关于你跟董事柳的事 传得有鼻子有眼的 你不会跟我说是有人杜撰的吧 陈东来沉默 果然 这个舆论还是给他带来麻烦了 轩姐 你听我解释 微博上的消息 他不是杜撰的 可是盛似杜撰 我只是跟董事柳当了一年的同桌 我们两刚开始是不熟的 陈东来解释了一番 是这样吗 李婉轩听完 桃花谋微微一宁 虽然陈东来的语气很真诚 内容听着也很真实 甚至连一些心理都说得十分到位 可是为什么他就是那么不幸呢 是的 我发誓 陈东来坚定地道 他刚刚只是将自己和董事柳的事 大致剖析给了李婉轩听 至于两个人互有好感这种细节 他自然是直接掠过了 行吧 你们的事我不管 李婉轩犹豫了一下 又道 有一点我得告诉你 雪柳这丫头 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 表面看起来很开朗 可是内心很脆弱 如果你没有想清楚 就不要去招惹他 明白了 陈东来开口应了一声 听着电话那头挂断的声音 他才松了一口 这叫什么事啊 自己怎么就伤害了李同学了呢 陈东来拿起手机 犹豫了数分钟后 还是没有给李雪柳打电话 他前世的经验告诉他 对于一个已经生气的女孩子 你说什么都是错的 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让他听到你的声音 等晚点再找机会 跟李同学解释一下 陈东来心中暗暗想着 他将心思快速地放在 鬼吹灯上 他现在还没有电脑 每天 鬼吹灯的更新任务 都要在公司完成 虽然说能够省点电费和网费 但终究是不太方便 现在就等着 青春你我的抽成发下来 到时候看 能不能买一台笔记本 沉迷码字的陈东来 并没有注意到 自己在的17集作曲戏班 群发了一条公告 10月4号晚上 学院将在文华大礼堂 举行中秋晚会 全体同学务必到场 无故缺席者将扣除学分惩处 徐通发完公告 他本来想提醒一下 让陈东来不用来的 可是仔细一想 这家伙已经请假好多天了 现在网络上 他的舆论也变得好起来了 门口的保安也增加了一对 应该不会出现 上一次那种围追独打的情况 来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徐通若有所思 决定还是不提醒陈东来了 让他来一次试试 如果没问题的话 劫后就让他回来上课 不能让这小子一直倒特殊 10月2日 下午 永兴三部的办公室内 杨宗黎满脸笑意 目光前方的一众作曲人 缓缓挪动 最终落在最后排的少年身上 想必大家都知道 今天这个会开的主题是什么 没错 就是表彰一下陈东来 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陈东来的一首《同桌的你》 再次捍卫了我们三部的荣誉 电影公司那边对我们十分满意 导演郭玉更是说 等国庆后要来公司拜访 在老杨的点名之下 陈东来也站了起来 点头示意 一阵掌声响起 一众作曲人 满脸复杂的望向角落出的少年 那张还有些稚嫩的少年面孔 此刻看着 却是足够让他们震撼了 陈东来一首《同桌的你》 不仅仅在网络上扫评了舆论 更是将永星之内 关于他的那些留言 全都扫得一干二净 没有人在怀疑 他是靠着潜规则尽的永星 实力这种东西 无声却是最有说服力 除了表彰之外 还有一件事 我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我们三部银牌作曲人的标准是 订单总额达到500万 这一次陈东来的订单只有480万 差距有20万 不过鉴于陈东来的实力 大家有目共睹 我提一破格让他晋升银牌作曲人 你们谁有意见 杨总理的目光扫向众人 一群的作曲人心中有些不平衡 他们中晋升到银牌作曲人的 基本上都花了至少两年的时间 接了不知道多少个小订单 几万到几十万 慢慢累积到500万的 然而陈东来不过刚来一个月都不到 就要晋升银牌作曲人了 这差距简直不要太大 虽然作曲人们的心中不平衡 但他们也知道 以陈东来的实力 完全配得上这银牌作曲人 毕竟这笔480万的订单 作曲一部的好几个金牌作曲人 可都没有拿下 我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陈老师 以后多多指教 众作曲人开口释放善意 陈东来面不改色地回应着 人情是故他懂 只是这群人之前的态度他 可是记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值得认真对待 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意见 那陈东来从今天起 就是我们三部的银牌作曲人了 今天的会就到这 陈东来跟我过来签一下新的合同 杨宗黎拍板决定 老杨的办公室内 陈东来大致扫了一眼新的合约 除了比之前的合约多了五个点的分成 其他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了 青春你我的剧组 已经把钱打到了公司 包含你的那十万块钱奖金 晚点应该会回到你的账户上 你注意查收 老杨提醒道 好 陈东来面色平静 当然 他的内心还是不怎么平静的 毕竟好几十万的钱 绝对称得上 是他这人生的第一桶金了 杨宗黎看着陈东来一本正经的模样 打趣道 钱到了别忘记秦克 那是当然 陈东来很笑着点了点头 他能拿到这第一桶金 也多亏了老杨给的便利 否则这会儿 他估计连哥还没机会地发呢 不请他吃顿饭都说不过去 第35章 秦克 您的尾号2045 储蓄卡收入464000.00元 活期余额468320.00元 陈东来刚回到家 手机上便收到银行的短信 税后46.4万 扣掉家里42万的外债 还有4万多的银鱼 看来他的电脑有着落了 他松了口气 拿起手机 犹豫了一下 最终你还是选择打给了老姐 倒不是他不想跟老陈报喜 只是莫名地不想面对 或许是多年来没谈过新的生疏 又或是因为年代与文化的差距 他无法想象自己跟老陈说这些事的时候 该用什么语气 该怎么去解释 你说什么 45万 电话那头传出陈碟一激动的破音声 嗯 陈东来语气平淡 他并没有将所有的钱都打过去 毕竟要添置电脑 还要请老杨他们吃饭 爹啊 你出去了 陈碟一语气带着激动 虽然这两天 他也在微博上看到了关于老弟的消息 但他一直没放在心上 就以为是娱乐圈的绯闻 毕竟之前他老弟还被传前规则 都说没事 结果 他万万没有想到 这次竟然是真的 对于老姐的嘖嘖称赞 陈东来的内心毫无波动 你晚些去把家里的债还掉 好 老陈他们最近咋样 挺好 老陈每天上夜班 妈他倒是经常念叨你 前两天还问你 中秋回不回来 最近比较忙 应该不回去 不回来也没事 等你寒假再回来 到时候 你没准就是大明星了 直接给爸妈一个惊喜 陈碟一笑着道 陈东来下沉默 前世他在外漂泊多年 每到中秋 也是老姐打电话来问他回不回去 而他总会因为自己混得太差 而感到丢脸 而后找个理由推脱不回去 而这个时候 陈碟一也总会在电话里 给他打气和安慰 陈碟一注意到 电话里弟弟突然的沉默 当即转移话题道 弟啊 你说我悄悄地把家里的债给还了 要是让爸妈知道了 该怎么办 也没多少钱 你就说公司发奖金了 陈东一脸平静地硬道 42万还没多少钱 弟啊 我发现你飘了 砍了一会儿 陈东来放下了手机 他打开了宿舍的玻璃窗 双手放在阳台上 目光望向黄昏下的陆江街道 叹了长长的一口气 将家里的债还上了 爸妈不会再过得那么拮据 老姐也不用每天都加班攒钱 而她也可以仔细想想 自己要做些什么 重生而来 今天才算是真正意义地 改变了人生轨迹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呢 陈东来的目光 下意识地扫向陆大女生宿舍 所在的音乐学院 黄昏余晖下 许多穿着白者裙 露出白花花大腿的艺术声 走在学院外的两条街道上 身姿曼妙 昭示着令人激动的青春 陈东来的嘴角 露出一抹美好的笑意 沉浸在某种幻想中 就在这时 她的手机铃声 很不适时宜地响起 俨然是李婉轩的电话 陈东来只能咽了口水 目光不舍地从远处收回 轩姐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我后天就要 回永兴复职了 明晚要请些永兴的老友 一起吃饭 你快过来吧 这怎么好意思 这话不像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 李婉轩质疑 轩姐 我觉得你对我有些误会 听着电话那头 义正言辞的声音 李婉轩红唇一撇 第一次见面 在海岸县咖啡厅的时候 她就已经见识过 陈东来的老恋 俗称不要脸 现在 她绝对不会再上当了 陈东来对于 电话那头的冷笑 置若未闻 而是睁大眼睛 想起什么 当即道 轩姐 我是想问我能带几个朋友去吗 朋友 也是永兴的 李婉轩皱了皱眉 是的 我怕一个人坐在那吃饭 有点尴尬 李婉轩 她差点信了这小子的鬼话 还一个人吃饭 有点尴尬 你在海岸县咖啡厅 那么不要脸的 喝我咖啡的时候 咋不说尴尬 行 你自己看着呆吧 我把餐厅的位置发给你 虽然知道陈东来在说鬼话 但她还是要硬下来 因为如果不应的话 这家伙绝对还有一堆的鬼话来说服她 多谢轩姐 听着电话那头挂断的声音 陈东来的脸上露出一抹智慧的笑容 等到李婉轩将餐厅地址发过来 她看了一眼有些惊讶 竟然是一家叫海天一色的海景餐厅 这个餐厅她没有听过 不过光听名字就知道 档次不会太低 随后 陈东来点开了通讯录 喂 杨总监 小陈 杨总理有些诧异 哎 是我 白天不是说等我第一桶金到账了 要请客吗 刚刚就到了 我想迟早不如趁早 就定在明晚 陈东来很是老练的道 小陈 我那就是随口一说 你的心意我收下了 就别破费了 杨总理下意识地硬道 不破费不破费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 就这么说定了 一会儿我把餐厅发给你 陈东来慷慨大方地道 语气很是坚定 不容拒绝 杨总理本想在推脱的 可电话已经挂断了 哎 这孩子 杨总理摇头苦笑 眼中却是有点欣慰 这孩子平日看着爱钱又有些抠门 没想到请客的时候 却是这么大方 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 挂断老杨的电话 陈东来又意气风发地 打给了董师柳 毕竟董同学之前还一直请他吃好吃的 这种时候 怎么能忘了他呢 董同学 明晚有没有空 董师柳听着电话里的声音 小心脏砰砰直跳 他问我 明晚有没有空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要对我 想到这 那双绝美的单缝眸中 不由秋波荡漾 两颊浮现出两朵红韵 小声轻语 有 有空就好 我请你吃饭 啊 别压了 我一会儿把餐厅发你手机上 别迟到了 说着陈东来挂断了电话 下一个 他思考了一下 决定拨给李璞 虽然李学长还没请他吃过饭 但之前是要请不过 被自己给拒绝了 而且自己 刚到永兴的时候 李璞就给他很大的善意 之前甚至愿意冒着被正宇打压的风险 提出要帮他录割 这份情谊他可没忘 很快 一番寒暄便将李璞邀请到了 陈东来看着手机 通讯录里最后一位要邀请的人 手指微微一顿 第36章 女人心 陈东来也拿不准李婉轩 有没有邀请李雪柔 万一李婉轩已经叫了他 那他再邀请 就会有损他的光辉形象 不过他记得 之前跟李雪柔聊到深处时 有听他提及过 说他的家人里 不让他进入娱乐圈 明天按理来的 也都是娱乐圈的人 李婉轩应该是不会邀请他 心念及此 他点下了那个粉红色鲨鱼的头像 电话通了 然而无人接听 怎么回事啊 之前自己一找他 都是秒接的 陈东来又打了一个电话 数十息后 熟悉的无人接听再次响起 他看着远处还没完全消失的残阳 阳光有些刺眼 而在阳光中他想起什么事 自己好像忘了跟李雪柔解释 关于董施柳的事 他这会儿估计还在难过 这会儿解释也没用了 以陈东来前世的经验 当一个小姑娘 连你电话都不听的时候 你要是还敲一段字解释 就跟废话没有两样 这种时候 一定要先让他消气 多打几个电话 让他感受到你的重视 他要是接了 那接下来 就是靠一张嘴狡辩就行了 他要是不接 那不接电话的时候 他也会有种出气的感觉 无形之中生的气 就会消掉很多 与此同时 李雪柔正坐在家附近的海边 看着日落 海天交界处的那一抹火烧云 正在缓缓退去 残阳洒落在海面上 让一条条稚嫩的鱼儿 争相跃出水面 形成一幅绝美的日落画卷 这般美的日落 李雪柔却无心观赏 他身旁的手机 不断弹出钓鱼少年的头像 而他就是不让自己去看 小嘴觉得都快上天了 你个大骗子 现在才知道找我 我才不要理你了 哼 我就不见 海边吹来秋后的晚风 李雪柔安静地坐着 但他的心 却早已经如同晚风一样凌乱 虽然心里头不断念叨着 不理他 可是 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却是不自觉地侧瞥了过去 他怎么还在一直打电话 这么着急 要不 接起来 听他怎么讲 小姑娘的底线 一点点没了 在海风停下的时候 他接起了电话 喂 什么事 李雪柔板着脸 没事 就是好久没有见到你 有点想你 陈东来面不改色 想我干什么 你去想你的女童桌啊 李雪柔撅着嘴 什么女童桌 陈东来装傻 这时候 要是直接承认了 那就是真傻了 就是那个董事柳 她不是你高中的女童桌 李雪柔咬紧嘴唇 说着 就感觉委屈涌上心头 十分难过 哦 你说她 她的确是我高一时候的同桌 怎么了 陈东来面不改色 还怎么了 你明明是为了她才留在永心的 你为什么要骗我说不是 李雪柔忍不住了 委屈在胸口爆发 大眼睛里的湿润涌出 顺着白皙的脸庞 滴落在海边的沙地上 留下一个个小痘印 然后快速地被沙子吞没 生死一瞬的时刻 这个时候千万不能低头 更不能认错 你怎么能这么想 陈东来声音加大了一分 用失望难过的语气道 网络上那么诽谤 我就算了 没想到连你也误会我 倒打一耙 这是前世那些不讲道理的女权 最爱做的事 虽然说这么做不太道德 可是有时候不道德的招数 才能有奇效 我跟董事柳清清白白 除了朋友之外 没有半点关系 她是我的高中同桌 可是我们都有接近四年没见了 如果不是这次的新闻 我根本不知道 她是我以前的同桌 你这样说我 我很难过 陈东来的语气霸道中 带着一丝柔和 好像真的十分难过 李雪柔听到这也愣住了 大眼睛扑闪扑闪 眼眶的湿润瞬间止住 她突然感觉自己不那么委屈了 可是她还是要问清楚 那网络上说 你还跑去北京找她 那么多证据 还能是假的 我当时去北京找她 只是因为暑假跟同学打赌输了 我愿赌服输 难道也有错 至于那些证据 伪造的再逼真 也是假的 你想想看 我要是真的还记得她 在录影的时候 我会给全班的女同学表白 还有参加校园歌手大赛的时候 我会认不出她 陈东来的语气很温和 甚至还带有一点委屈 在和女人解释的时候 千万不能把音量抬得太高 否则就算你没错 那么很快 也会有错了 哎 都怪我 早知道会让你误会 我应该早点跟你解释的 我认错 是我没提前解释好 你一定很难过吧 陈东来开口 李雪柔听到这 哪里还有什么委屈 只觉得自己真的误会了陈东来 也没很难过 我想多了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听到李雪柔这话 陈东来当即松了一口气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在海边 刚刚在看日落 你喜欢海 嗯 小时候就很喜欢 不过很少有空去看 听到这 陈东来的脸上露出一抹智慧的微笑 那你明晚有空吗 听着这话音 李雪柔脸颊瞬间一红 低声细语道 有 那我请你吃饭 就在陆江外滩的海边 你可以一边吃 一边看海 真的吗 比珍珠还真 半想 陈东来挂断电话 看着手机上的粉红色鲨鱼头像 随手将刚刚发给董事柳的餐厅信息 转发了过去 李雪柔收到陈东来发的餐厅信息 不由得心中一颤 海天一色 这家西餐他吃过 算得上是陆江名列前茅的几家西餐厅了 那里的消费 可是不便宜 陈同学那么穷 还要请我去海天一色吃饭 难道是要 表白 李雪柔想着 想着红了脸 少女的情怀总是湿 李雪柔看着远处的海面 夕阳已经落下 不过海岸的霓虹灯早已点亮 将海面照得像是一面大镜子 他看着水面上自己的有些乱的头发 还有太朴素的衣服 这两天他都没有心思打扮了 不行 得去洗个头 补个教 不能让陈同学看到我这个样子 第37章 气抖冷 时间一闪 10月3日 陈东来一大早便起来 去电脑城买了一台电脑 而后便一直待在宿舍写着 鬼吹灯 作者你敢不敢多写一点 这么两张够谁看 谁知道作者家的地址 我给他寄点图特产 前两日因为发歌的缘故 他的更新速度慢了许多 鬼吹灯的书屏区 已经有不少人抗议 嚷嚷着要给他寄刀片 他今晚还有饭局 要是再不写点 恐怕过两天 真的有刀片寄过来了 宿舍写了一天的小说 黄昏时 陈东来才后知后觉的惊醒 开始翻箱倒柜 找了半天 也只有一件看上去 还算得体工装外套 哎 过两天得去买套新衣服了 陈东来披上外套 感叹一声 海天一色餐厅 不得不说 这座餐厅的地理位置极好 坐落在黄金沙滩的边缘 紧连着陆江外滩的景区 餐厅是三层楼格设计 每一层楼 都有露天观景用餐区 层层之间 用蓝色的木阶梯连接 坐在观景区用餐 既可以感受到 海风扑面的凉爽 更能听到 远处海浪拍打的声音 李婉轩包下了 三楼的观景用餐区 陈东来坐在边缘的特色藤椅上 目光淡淡扫视着四周 看看有没有自己邀请的人来了 等了片刻 只有一些不认识的永兴艺人来到 陈东来对于他们兴趣缺缺 顺势将目光转向 不远处的黄金沙滩 上面站着许多的比基尼美女 他们拿着相机 跟盛开在天边的晚霞合影 走着豪迈的步伐锡 跟伴侣嘻嘻打闹 春光绽放 甚是美好 陈东来的目光十分绅士 隔着数十丈的距离 也能感受到那曼妙的气氛 不过作为新时代好青年 他恪守本心 不该看的绝对不看 就在这时 他看到了熟悉的人 杨宗黎从车上下来 那海风瞬间便将 他那的头发吹乱 那被他精心粉饰的 地中海发型 瞬间暴露出来 他用手机当镜子照了照 然后转身回到车内 拿出一瓶像是穆斯的东西 喷在手中一大团 然后看着骑车的后视镜 静心地粉饰起他的发型 不得不说 那穆斯的作用真的很大 经过几分钟的努力 杨宗黎的头发 不仅遮住了中心的突快 更是变得赠光发亮 杨宗黎用手机再次照了照 满意的一笑 这一切落入陈东来的眼中 他有点想笑 但是又不能笑 因为老杨走过来了 杨总监 你总算来了 快 快入座 陈东来很是热情迎接 杨总监 你今天真是太有气质了 比平日里都要帅 哪里哪里 我刚刚出门的急 都没有收拾呢 那肯定是杨总监 天生有气质 拍马屁 在我这可不好使啊 杨总理嘴上虽然这么说着 但脸上的笑容却说明了 刚才的话 他很是受用 杨总监 那你先坐 餐厅再准备了 一会儿就上餐 好 等到陈东来的离开 杨总理的目光 才扫向四周 这观景台上 有两张方块大餐桌 一旁的那桌 已经坐了有十余个人 除了有点旧事的李婉轩 竟然还有许多勇心的艺人 怎么回事啊 陈东来才来公司几天 他怎么可能认识 这么多的艺人 而且 这其中还有不少的一线人物 他是怎么请过来的 杨总理显然有些不解 不过他 还是没有问出口 而后 李婉也来了 陈东来都热情接待了一番 杨总监 陈学弟竟然把你也请过来 李婉有些惊喜地 看着坐在自己身旁的杨总理 嗯 杨总理点了点头 天啊 杨总监 你也太照顾陈学弟了吧 我在永心可是听说 你几乎不参加饭局 就算是永心的董事长 邀请您都曾被拒绝了 没想到 您竟然还会过来 我可不算什么 看看那边 杨总理指了指一旁的另一桌 李婉目光望过去 他这才注意到 一旁还有一桌 他整个人都梦了 陈学弟什么时候认识这么多的艺人 李婉有些呆呆地道 杨总理笑而不语 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 就在这时 董事柳也来了 他看到陈东来的时候 脸颊微微有些红 显然是害羞了 毕竟 在他的幻想中 今天可是他跟陈东来 多年后的第一次约会 董同学 来 来这边坐 陈东来热情地将董事柳 引到老杨的那一桌 董事柳看到李婉和杨总的一瞬 绝美地容颜僵了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二人世界的约会吗 还不等他开口 对面的李婉就先开口了 董学妹 陈学弟也邀请了你啊 还好你戴了口罩 否则网络上 关于你和陈学弟的谣言 可是吵得正火 估计一堆的娱乐记者想拍你呢 李婉有些话牢 董事柳的桃花眸眨了眨 心中砰的一声 是幻想破碎的声音 是啊 他有些牵强地笑了笑 而看到董事柳笑了 陈东来则是很满意地道 一会儿上餐 想吃什么也可以自己点 今天不用你们买单 天边的晚霞 开始缓缓褪色 李雪柳从出租车上下来 用手机当镜子照了照自己 而后满意地收了起来 他今天特意化了妆 还换上了一身淡紫色的连衣纱裙 李雪柳露着两条雪白的胳膊 海风中迈着小脚步 明亮的大眼睛扑闪扑闪 脑海中想着 一会儿会发生什么事 哪有晚上约女孩子出来的 她会不会跟我表白 那我要不要答应她 这万千思绪汇聚在李雪柳的脑瓜子里 形成期待 然而 当她有些羞涩地看到陈东来 在被她热情地领到一旁的餐桌上 看到四周包括她小姨 以及最讨厌的董事刘等人 她的愣住了 不要站着了 快坐吧 陈东来拉着李雪柳坐下 李雪柳这才回神 她抬起头 大眼睛直溜溜地盯着陈东来 不是约会呢 不应该是二人事件吗 李雪柳的眼神中 有太多想问的问题 最终汇聚成 这就是你说请我吃饭 是啊 主厨已经在准备了 一会儿就上菜 想吃什么 也可以去吧台随便点 陈东来很是大方的道 李雪柳听着听着 笑了 笑的同时 她攥紧了双手 生气 颤抖 发了 敢请你说吃饭 就真的是请我吃饭 我要是为了吃一顿饭 有必要在镜子面前 化了一个多小时的妆 第38章 别爱我 没结果 就在李雪柳气愤地 想打人的时候 一个身穿红色运动服的女子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就连一直在跟人谈话的李婉轩 也起身去迎接 红金姐 李婉轩朝着她伸出了手 路上有点堵 红金握了握李婉轩 笑着道 就在这时 在李婉轩的身后 好几个歌手和艺人机上前 向这个长相平平无奇的女人问好 红杰好 红杰 一阵子没有见你 又年轻了 一群人有拍马屁的 也有阿谀奉承的 对于这些 红金只是笑着不断点头 这些艺人和歌手 很多她都不认识 不过他们的心思 她却是很明白 想要被她看中 而后从她的手里 讨一首成名曲 好了 大家都做吧 李婉轩侧过身 桃花眸中带着笑意 语气淡淡 那一身黑色吊带礼服 衬托着她那完美的御解身段 再配合那种淡漠高冷的语气 气质瞬间压住身后 挤在一团的歌手和艺人们 一群人回到作席上 红金走在李婉轩的身旁 没出两步 目光有些惊讶地 看着一旁作席上的杨宗黎 愣了一下 行呀婉轩 你竟然把老杨都请过来了 这家伙可是连董事长的课验 都拒绝了的人 竟然会给你面子 红金这话没有掩饰 清晰地传到四周 李婉轩听着红金的话 也是愣了一下 她方才一直在招待自己邀请的人 没有去关注陈东来这边 在她看来 陈东来的带来的朋友 估计也是一些不知名的 小艺人之流的 可是谁知道 她竟然把杨宗黎都请过来了 杨宗黎在永兴 可是出了名的男情 所以 她一开始就没有邀请 结果她却被陈东来请过来了 现在要怎么说 怎么解释 就在李婉轩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的时候 杨宗黎却是自己开口了 她翻了翻白眼道 红金 你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 能不能小点声 这么多人看着呢 红金笑着打趣道 老杨 一阵子没见你脸皮变薄了呀 作为三部的屈爹 她可是不怕杨宗黎的 杨宗黎 她懒得理这个女人 杨宗黎不说话 红金便将目光扫向了一旁的李婉轩 婉轩 你是用什么办法请到她 我之前生日请她 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 李婉轩张开红唇 桃花眸和红金对视 却不知道怎么回答 她总不能说 自己没有请杨宗黎吧 看着李婉轩的脸色 红金愣了一下 而后捂着嘴道 不会是美人计吧 还不等李婉轩反驳 杨宗黎就先坐不住了 红金 这里是公共场所 你不要乱说话 杨宗黎满脸严肃 怎么 急了 红金撇了撇嘴 杨宗黎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小陈请来的 今天是她新歌的庆功宴 你身为前辈 不要在这里乱带气氛 庆功宴 李婉轩完美捕捉了 杨宗黎话语中的重点 一双桃花眸 下意识地看向陈东来 陈东来眼睛一斜 跟他的目光错开 不和他对视 到这会儿 李婉轩大致也猜到什么情况 心中顿时哭笑不得 这小子 竟然将他回归永心的课验 说成是自己的庆功宴 简直是不要脸 小陈 红金听到杨宗黎的话 却是愣了一下 目光下意识地 看向杨宗黎身旁的陈东来 道 你是那个 同桌的你的作曲人 是的 陈东来面不改色 真是少年英才啊 之前婉轩跟我提过你 当时我还不信你这么年轻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以你的天赋和实力 迟早成为顶流的艺人和作曲人 红金满脸欣赏得到 嗯 我也这么觉得 陈东来面不改色地点了点头 对于四周 众人都在当舔狗的行为 他十分看不上 主要是这个红金 跟他没啥关系 所以没有必要说什么好听的 听到陈东来的话 四周众人却是不由愣住 还有人这么夸自己的 难道不应该谦虚一下吗 这可是在屈爹的面前啊 你就这么的放飞自我 红金也同四周众人一样愣了下 接着便笑了 伸出手拍了拍陈东来的肩膀 小伙子很对我的胃口 不错 我就爱你这种直率 一众一人歌手看着这一幕 差点惊掉下巴 这也能行 他们费尽力气去舔屈爹 结果人家根本没正眼瞧上眼 陈东来这么嚣张 反而被屈爹看中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舔到尽头 一无所有 听着红金的话 陈东来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看上我了 别爱我 没结果 陈东来语气沉重 表情严肃 听着这话 众人再次瞪大了眼睛 红金也愣了一下 道 我说的爱是欣赏 我很欣赏你的歌 欣赏你的性格 你可别误会了 陈东来这才回神 在众人的注视下 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应了一声 随后 四周后至后方地 发出一阵哄笑 陈东来轻渴两声 缓解尴尬道 前辈的歌我也很爱 红金眼眸一瞥 道 年轻人不要想着走捷径 好好努力 你的歌不输给我 陈东来 众人再次哄堂大笑 不过笑归笑 许多人还是很羡慕 陈东来的 能够被屈爹这般评价 足以说明 他的实力真的很强了 好了 上餐了 大家动筷子吧 这会儿的功夫 餐厅已经将前几道主餐 送了上来 除了精致的一道道主餐 还没全上 其他的各种海鲜烤肉 沙拉奶酪 水果拼盘 还有酒水饮品 都被送上了餐桌 陈东来的左边 坐着李雪柔 对面坐着董诗柳 两女今晚都是精心打扮才出门的 坐在餐桌上 宛如惊艳的牡丹与雪莲 将周围几个李婉轩邀请来的女艺人 都比了下去 她们目光警惕地 互相看着对方 而后又齐齐 看向陈东来 很显然 陈东来对于她们的目光 没理解到位 在她看来 这两个女人是盯上了自己面前的香肩之士 鹅肝配寻鱼子酱 她看着二女 道 看我干什么 你们面前也有 说着 她低头一口 将鹅肝上鱼子酱滋溜到嘴里 而后拿起刀叉 直接将鹅肝插起 送入口中咀嚼起来 鹅肝的香味 混合着芝士的口感 在嘴中爆开 陈东来一口吃完 感觉回味无穷 不过就是量太少 吃完之后 感觉还想再来一口 于是她有些回味的抬头 不知为何 李雪柔和董施柳 还在看自己 什么情况 他们为什么不吃 而且还一直盯着我看 她从空气中 嗅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味道 第39章 真心话大冒险 你们不吃吗 陈东来终于还是问了出来 董施柳丹凤膜微微一动 将面前的鹅肝推上前 陈同学 你帮我吃吧 我最近正在减肥 我最近也在减肥 李雪柔不甘示弱 陈东来看着面前两盘精致的鹅肝 顿时不知道是吃还是不吃 她看出 这两个女人在斗气 无论先吃哪一盘 估计都要得罪另一方 可 我去上的厕所 陈东来犹豫一番 决定还是尿顿 等她从厕所回来 特意假装到李婉轩那一桌敬酒 轩姐 你明天就要回永兴了 在此之前 我要好好感谢你 多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才让我走到了现在 说着她便顺势坐了下来 哦 李婉轩瞥了陈东来一眼 她看出了陈东来的意图 这小子心机不纯 是想待在这朵李婉轩和董施柳来着 谢就不必说了 等我到永兴里 多发几首歌 争取在十月新秀榜 拿个好成绩 李婉轩开口道 那是自然 陈东来应了一声 目光却是偷偷地打量了两侧 都是不认识的艺人 李雪柔和李婉轩并没有跟过来 她松了一口气 就在这时 李婉轩却开口了 行了 你谢也谢完了 快回去陪你的朋友吧 李婉轩面带笑意 陈东来却是脸色一垮 这女人居心不良 这能回去 那被夹在两女之间怎么放开了吃 一旁的红金也感受到了陈东来的意图 笑着道 婉轩 这小陈都坐下来了 你也别赶她回去了 正好也可以跟在座的艺人们交流 增进一下感情 陈东来差点感动地哭出来 这种时候 竟然有人在为她说话 然而 还不等她应上一声吼 红金的下一句话 却是让她僵重 直接让旁边的人一起坐过来 大家急急也热闹 小陈同志 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红金满脸笑意地看着陈东来 陈东来面无表情地应了声 对 这么多人看着 她能说不对 于是乎 李雪柔和董施柳 又坐到了陈东来的附近 不过好在这一次 隔了两个身位 不至于靠得太近 陈东来埋头苦吃 酒过三巡 陈东来身旁 终于有人按捺不住 你好我叫杨亚荣 跟施柳同届的练习上 杨亚荣坐在董施柳的身旁 他长得不高 但身材却是玲珑有质 皮肤很白 布满胶原蛋白的脸 单一说话 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陈东来 作曲播 陈东来将一个蒜蓉生蚝 吞入口中 瞥了他一眼 有个问题我想问问你 你和施柳 真的是高中同学吗 杨亚荣凑上来 小声地问道 是啊 陈东来淡应一声 那你真的是 为了施柳才来用心的 杨亚荣捂住了嘴巴 眼睛中闪着惊讶 陈东来一撇嘴道 造谣是犯法的 可是网上都是这么说的 不等杨亚荣回话 一旁另外一个 戴着眼镜的女艺人插嘴道 照网上的说法 这会儿就我应该还是李总的情人 你们咋不提这个 陈东来美好气地道了一声 噗 那不是没可能吧 是啊 李总跟你差了 也有好几岁了 又有几个女歌手和艺人 加入了聊天 既能够八卦一下 还能通过聊天 拉近跟陈东来的距离 毕竟是被屈爹看中的作曲人 结交总没有错 差几岁怎么了 就像我跟在座的各位小姐姐 也差了几岁 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你们的美貌 陈东来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 哈哈 一众女艺人被哄得无嘴发笑 杨亚荣开口打断道 陈老师这么会哄女孩子 是不是有很多女朋友呀 没有 陈东来摇着头道 到我这个年纪 已经很少有女人能让我动心了 他将目光扫向一众女艺人 继续道 你们是第一百 一百零一 一百零二 一百零九个 扑 信你个鬼 杨亚荣笑弯了眼睛 其他的几个女艺人 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谁被夸漂亮 都会感觉开心的 一旁的李雪柔和董施柳 看着这一幕 不自觉的都有些吃醋 两张漂亮的面孔不在对视 而是齐齐看向陈东来 陈老师 那你是怎么写出 同桌的你的 杨亚荣追问道 陈东来眼睛一瞥 这娘们没安好心啊 还能怎么写 用笔写啊 我问的不是这个 就是你怎么想到这么一首歌的 我听说这可是你很早之前就写好的 杨亚荣笑名利地问道 不信摇不传摇 陈东来态度坚定 陈老师 那你觉得在场的姑娘们 谁最漂亮 陈老师 你有谈过恋爱吗 陈老师 你喜欢郁姐还是罗列 一群女艺人被带动着 开始问起了陈东来问题 之前公司内谣言四起 所以大家虽然对陈东来十分好奇 但却不敢去攀谈交流 但是现在谣言散了 埋藏心中的八卦之火 熊熊燃起 这备受欢迎的一幕 落入少数帅气的男艺人眼中 不免让他们感到羡慕极度 各位小姐 你们一直问我不觉得有些不公平吗 陈东来觉得有必要控制一下 再这么问一下 裤裆底都被抖搂出来了 那你觉得怎样公平 杨雅荣带头反问 这样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 真心话大冒险 这个游戏的规则就是 准备一副纸牌 然后参与者每个人抽取一张 抽到牌最大的人 可以指定一个人接受惩罚 这个惩罚有两种 一种是就是问对方一个问题 对方要说真心话 另一种就是让对方去做一次力所能及的冒险 对方要去做 陈东来笑眯尼的道 这个世界还没有真心话大冒险这个游戏 那如果有人被惩罚了 既不接受真心话 也不选择大冒险呢 杨雅荣问道 众人将目光汇聚向陈东来 然而 不等他开口 一旁的李雪柔却站了起身 冷冷的道 如果有人两种惩罚都不接受 就罚他喝一杯狼母酒 狼母酒 众人听到李雪柔的话 下意识地看向餐桌上 那几只博梗蒂平行的狼母酒 他们已经被服务员打开了 不过却没人去喝 酒夜在灯光下 犯着金黄色诱人的光泽 第四十章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苏格兰狼母酒 酒精度58% 这谁顶得住 陈东来听到李雪柔的话 当即吓了一跳 他这会儿 可是在风口狼疾上 除非他运气爆表 一直抽到最大的牌 否则他很大概率 会被人选为惩罚对象 让他来喝这狼母酒 这不让他原地躺平吗 他有些哀怨地看向李雪柔 李雪柔冷冷地回事 粉脸上写满了不高兴 仿佛在说 刚才你不是和那些女艺人 聊得很开心吗 现在就让你开心死 这个游戏有意思 不过这里好像没有纸牌 一旁坐着看戏的红金被吸引 坐了过来 他一开口便有人应付 红金老师 下面便利店那边就有 我去买 说着那人便跑了下去 众人有些诧异地看着红金 屈爹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一起玩 红金笑着道 你们不介意我一起加入吧 好呀 欢迎红金老师 陈东来举双手赞成 红金身为屈爹 肯定饱受众人的关注 他的加入就很大概率 分摊了自己被惩罚的几率 那我也来玩玩 李婉轩随之加入 很快 除了满脸看破红尘的老杨 依旧保持观望 其余的所有人都加入了游戏 我先来 陈东来大手一挥 身向那副刚送上来洗过的新牌 众目汇聚 陈东来手中的底牌揭开 三 陈东来脸上的笑容消失 哈哈 一张三 我就不信我 还能摸到比陈老师的牌更小的 我也来 我是四 比陈老师大 听着周围人喧闹的笑声 陈东来沉默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 我只觉得他们吵 哈哈 我是K 我最大 半想 杨雅荣满脸兴奋地举起了牌 而后在众人的目光中 他选择了陈东来作为惩罚对象 陈老师 你要选择真心话 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吧 陈东来无奈地道 你觉得 施柳和李小姐 哪个比较漂亮 这个问题落下 一种目光当即汇聚了过来 关于陈东来和董施柳 以及李雪柔的谣言 在永心内流传已久 但是一直不能得出一个结论 难道今晚就要得出答案呢 好刺激 李雪柔和董施柳满脸期待地 看向陈东来 我觉得 他们两个不能比较 在我的心中 李小姐就像是百合花一般 纯洁美丽 董小姐像是薔薇花 秀气大方 如果非要比较 那我只能说是都很漂亮 陈东来张口就来 很显然 这个答案并不是众人想要听的 不行 你得选一个 杨雅荣道 选什么 陈东来眼眸一瞥 道 你只是问我觉得他们俩 谁比较漂亮 我觉得一样漂亮 你可没有让我必须选一个 你 赖皮 杨雅荣很生气 陈东来却是笑眯眯的吃了块水果 心中暗道 躲过一劫 众人虽然对陈东来的答案不满意 但也在规则之内 只能暗暗长记性 一会儿问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说清楚了 众人接着抽牌 这一次 是一个女艺人抽到了牌 她向红金请教了唱法 而后又一轮开始 这次是一个男艺人 不过她却要选择惩罚陈东来 陈老师 你选择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真心话 陈东来无语 他也不知道 这个男艺人 为什么要选择惩罚自己 难道是妒忌 妒忌我太优秀 陈老师 如果李小姐和董小姐 同时在你面前掉到水里 他们都不会游泳 并且和你之间的距离一样远 你会选择先救谁 男艺人面带笑意地看着陈东来 来了 曾经逼疯无数男人的女友 落水堤来了 对于这个问题 一众人的好奇心再次被勾了起来 无论陈东来选择先救谁 那么都会得罪另一个人 这简直就是致命问题 陈东来注意到 李雪柔和董施柳的目光 轻壳一声 道 我选择谁也不救 谁也不救 众人皱眉 满脸不解 李雪柔和董施柳也是同时愣住 为什么 男艺人不解地追问 陈东来叹了贪手道 因为我也不会游泳 如果我去救他们 到时候就需要有人来救我了 不 笑死 这漏洞钻得好有道理 我竟无言以对 四周众人拍手称绝 男艺人本想反驳一下再问一下 但想想 好像也是自己没说清楚 只能叹了口气 选择放过 而后游戏继续 经过两次被陈东来钻空子 接下来抽到牌的人 基本上问题都十分严谨 李雪柔和董施柳 哪个在你心中更重要 必须选择一个 如果李雪柔 董施柳 还有李婉轩 让你选一个当伴侣 你会选择哪个 必须三选一 接连两个必选题 陈东来无奈喝了两杯狼母酒 烈酒田中带着点色 喝下去 感觉喉咙滚烫 浑身都出汗起来 而众人见陈东来还没醉 便接着追问 陈东来接着选择了大冒险 然而 他们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 比如把李雪柔公主抱起五分钟 还有和董施柳对亲脖子 于是乎 又是两杯的狼母酒下肚 好在洋酒主要是后劲大 陈东来还来得及喝点酸奶 吃点水果中和一下 就在这时 李蒲竟然抽到了一张红鬼 于是乎 众人紧张地看向他 陈东来也有点紧张 因为李蒲的目光 正停留在他的身上 李蒲看着陈东来 犹豫了一下 最终还是将目光扫向一旁的红金 他很想问问 学弟是怎么创作出两首那么好的歌曲 但想了想 学弟以后还可以再请教 但曲叠红金 可不是随时都能够碰上的 红金老师 我想让你指点一下 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你要现在唱 红金问道 嗯 八台有吉他 我去借一下 在众人的目光下 李蒲有些紧张地抱着吉他 这首歌叫做《少年的路》 说着 他弹起了一段吉他 有些令人熟悉的节奏性响起 《少年的梦》 从教室到舞台的中央 我走着 从懵懂一点点成长 一曲戈壁 众人鼓掌起来 谢谢 李蒲朝着众人鞠躬 然后满脸期待地看向红金 红金却是皱了皱眉 道 这是一首关于少年追梦主题的歌曲 歌词和曲子都还可以 但是距离好歌还差了一段 首先是曲子的节奏性 太过大众化 而且没有什么亮点 很难让人记住 然后还有歌词 有点像是写日记 但你要知道 歌是唱给别人听的 而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 歌词虽然与主题相扣 但并没有很好地表现出 励志歌曲该有的故事感 还要多听 多写 多练 红金的话音落下 四周众人纷纷表示认同 李蒲有些失落 不过还是道了一声 谢 游戏继续 这一次 红金的牌最大 他的目光扫过紧张兮兮的众人 最终却落向不远处 久近上来的陈东来 第41章 老男孩 红金前辈 你不会也要让我喝酒吧 陈东来脸色驼红 愣着看向红金 他感觉自己 已经有点顶不住了 那狼母九处引下去 没有太大的感觉 结果休息的这么一会儿 酒精进越来越大 喝不喝酒看你 红金笑眯眯的道 我听婉轩说 你除了怒放的生命 和同桌的你 之外还有歌没曝光出来 你给大家唱一首新歌 怎么样 听着这话 陈东来的目光 下意识地撇向一旁的李婉轩 你要用钢琴吗 餐厅里有 李婉轩面带笑意 之前在面试陈东来的时候 那首用钢琴弹唱的 像我这样的人 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方才他和红金聊天时 便说到了这 不用钢琴 陈东来大手一挥 站了起身 郎母酒的后劲 让他的身体微微有些摇晃 不过还是稳稳地拿起礼仆 刚刚放在角落的吉他 他感觉浑身有些燥热 大概是酒精的缘故 不仅使得他有些晕呼 更让他感觉浑身 仿佛有始不完的劲 不用 李婉轩有些诧异 难道他还有别的歌 一首 老男孩 送给大家 陈东来看着四周 有些模糊的人影 感觉热血在流淌 恍惚之间 仿佛回到了那些年 他站在舞台下 望着台上喜欢很久 却不敢表白的女孩 他挤在人潮中 梦想着 有天能超越一切万众瞩目 他躺在出租屋 看朋友圈初恋结婚的视频 他回到老家 顺从父母安排结婚 独特的前奏响起 那是我日夜思念 深深爱着的人啊 到底我该如何表达 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 跟他说出那句话 注定我要浪迹天涯 怎么能有牵挂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 春天啊 你在哪里 酒后那有些沧桑的嗓音传出 配合着独特的扫闲节奏 在此刻莫名地动人心弦 所有人不自觉闭上了嘴 认真的注视着陈东来 青春如同泵流的江河 一去不回来 不及道别 只剩下麻木的 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有谁会记得 这世界他曾经来过 灯光下 陈东来的脸上的潮红 不知是唱得太过用力 还是被酒精杖得 海风吹在那身朴素的宫装上 也吹在所有人的心上 陈东来唱得很投入 因为在他的意识里 他仿佛回到那年的舞台上 这一次是他站在舞台上 而那些女孩们 站在台下倾慕地看着他 不过他已经不再喜欢 那些女孩了 他要将心中所有的不快都唱出来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 是到如今只好祭奠吗 任岁月风干理想 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 那时候陪伴我的那颗 这里的故事 你是否还记得 如果有明天祝福你 亲爱的 吉他声缓缓收尾 陈东来泛红的脸色 却是带着笑意 所有人的目光 十分复杂地看着他 他们在歌声之中 仿佛听到了自己的过去 那个曾经错过的那个女孩 那为了追梦 背景离乡的无奈 那个一路走来 仿佛都在碰壁的少年 岁月在一点点的流转 也许他们的未来 也不过是成为 这么一个老男孩 好 红金回过神来 他第一个鼓掌 而后众人 也缓缓回过神来 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小陈 不对 我应该叫你陈老师 这首 老男孩 已经不能用好来形容了 我敢说 如果他发行 绝对会成为 乐坛数一数二的 追梦励志歌曲 你出专辑 我第一个买 红金激动地看着陈东来 他觉得自己亲眼见证了 这么一首顶级的歌曲诞生 听完这首歌 他感觉曾经听过的 所有追梦励志类歌曲 都索然无味 陈老师 你到底是经历了多少 才能写出这么沧桑的歌来 看那漫天飘零的花朵 在最美丽的时刻凋谢 陈老师是在写自己吗 一定是我听过陈老师的那首 怒放的生命 当时感觉他就要红了 结果刚签了永心后 却遭遇打压 现在还留在作曲部 这不是完全符合歌词的意思吗 一些感性的女艺人 眼睛泛红小声道 李雪柔的眼眶也有些红了 他看着不远处的陈东来 脑海中不自觉地闪过许多画面 深夜跟辅导员说穷孩子的梦想 在舞台上 向所有人宣告自己怒放的生命 遭遇雪藏 却依旧面带笑容 被舆论公杰却已淡然应对 而且还每天陪自己聊天 这一刻 他的心狠狠跳动了两下 董诗柳的担缝眸光复杂 睫毛轻颤着看着那个抱着吉他在傻笑的少年 在他听来 陈东来的歌声里 那个女孩大概写的就是当初的自己吧 生活像一把无情刻刀 改变了我们模样 他是在说 我变了吗 杂乱的思绪 让他无法再保持高冷 除了这两个女人 还有李婉轩此刻 也满脸复杂地看着陈东来 他了解过一些关于陈东来的故事 只是没有想到 那些听着平平无奇的故事 却是能够对一个少年 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在最美丽的时刻雕现 他是在怪我把他安排到作曲部吗 放心 等我回到永兴 只要你不犯错 你就是永兴未来的巨星 李婉轩心中暗暗道 杨宗礼也是十分满意地看着陈东来 这小子 简直就是上天送给他三部的礼物 但是 他也从李婉轩的眼神中 看出了一丝不善 心中暗暗盘算着 明天是不是应该找陈东来聊一下 这样的人才 要是从三部走了 那就是巨大的损失了 而角落处 李婉则是有些仰慕 又有些难过地看着陈东来 跟学弟这首歌一笔 我写的简直就是垃圾 在无数道各色的目光中 陈东来脸上的笑容缓缓放大 而后抱着吉他的身体 竟缓缓向后倒去 快 扶他 第四十二章 晚会风波 陈东来在昏尘中醒来 看着四周熟悉的装饰 窗外的天光已经近傍晚 自己竟然睡了一天 他还没回想起 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手机一条消息便吸引了他的注意 粉红色鲨鱼 今天学院中秋晚会 你不要迟到了 这条消息是李雪柔下午四点左右发的 而现在 已是六点半 中秋晚会 陈东来满脑子都是问号 他下意识地打开十七级做曲系的班群 一条未读公告 俨然跳了出来 十月四号晚六点三十分 学院将在文华大礼堂举行中秋晚会 全体同学务必到场 无故缺席者将扣除学分惩处 这条公告是前天发的 而他那时 好像刚完成青春你我的订单 根本没有去关注 已经迟到了 陈东来叹了口气 还是选择去学校 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他相信 只要在晚会开始没多久 就偷偷混到人群里 等结束的时候 再去徐通面前刷的存在感 应该就没人发现他迟到 傍晚的路江很美 秋风吹得路影门口的茶花树叶 速速而落 一道穿着宫装的少年身影 鬼鬼祟祟地从茶花树下 往学院内去 很显然 少年的伪装很成功 徘徊在校门口的那些小狗仔 根本还没注意到他 他就已经进入学院了 文华楼大礼堂距离校门口 隔着一片小树林过道 往常这片小树林过道 都会有许多小情侣优惠 但是今天却是格外的冷清 陈东来穿过过道 已经看见大礼堂门外的灯光了 就在这时 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人影 这个人影举着一个话筒 他凑近陈东来瞅了瞅 而后面露惊喜道 陈东来 这一声话音落下 一旦激起千层浪 大礼堂外数十位娱乐记者 以及狗仔 竟然如同埋伏的刺客一般 纷纷冒出身形 陈东来在这 快 快来采访他 陈老师 那首 《同桌的你》 是为了懂事流血的吗 陈老师 请问那首老男孩 是你的新歌吗 一根根话筒 向着他捅来 摄像机的聚光灯交错闪烁 将昏暗的大礼堂外 照得都亮堂了几分 陈东来却傻眼了 这群娱乐记者和狗仔 是怎么混进学校的 他没有想到 自己躲过了门口那些人的巡视 却没有躲过大礼堂的埋伏 他很想逃 然而这群媒体 显然没有放过他的打算 一群人将他围了个严严实实 各种问题铺天盖地地涌来 这些问题里 最让陈东来感到疑惑的 就是那首 《老男孩了》 我什么时候唱《老男孩了》 在他的印象里 自己刚从系统那得到 《老男孩》 还没有多久 陈老师 你就不要装了 昨晚你在海天一色唱的 《老男孩》 这会儿 还在热搜上吗 是啊 陈老师 你快给我们说说吧 一群娱乐记者 你用我挤 而在人群中央 陈东来却下意识地打开手机 陈东来醉酒后 一首原创《老男孩》 唱出多少人的心声 大多数男人的归途 都是 老男孩 一个在创作好歌 却从不发行的歌手 陈东来 微博热门上 那条关于他酒后唱 《老男孩》 文章中 俨然放着视频 点开一看 里头正是他醉酒之后 抱着吉他唱歌的模样 前方还有一堆艺人 在听他唱歌 陈东来震惊了 卧槽 我特么都干了啥 他已经没有功夫 去看评论了 这里的动静越来越大 很快便引起 李堂内众人的发觉 许多人不自觉地 回头看向大门 那群媒体 不好好在待在李堂内 拍照录像 竟然跑到大门口 去喧闹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 坐在前排的学院领导 不自觉皱眉 回头看去 作为陆江影视学院的院长 周汉行对这个情况很不满意 到底是谁 竟然敢在他们录影中秋晚会的时候闹事 是陈东来 那个 《同桌的你》的唱作者 他竟然来参加中秋晚会了 我得去看看 外边的消息 很快便传进了大礼堂 许多学生好奇地偷偷溜出去看热闹 关于陈东来的大名 这些学生近日可是 早已听了不知道多少遍 作为大义新生 竟然在校园歌手大赛上夺冠 而且还顺利签约永星 前两天爆火的那首《同桌的你》 更是让他的名字 被更多的录影学生知晓 年纪轻轻 就能拿下五百万的电影主题曲 这简直就是他们的楷模 陈东来 当徐通听到外头的动静 跟陈东来有关时 脸色瞬间一变 心中暗道一声这个惹是惊 而后他便连忙向身旁的院长赔罪 并说自己亲自去处理这件事 说着便直接起身离去 而此刻 大礼堂内的人已经少了十之一二 都去看陈东来了 在台上表演二胡的学生 并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什么 他看着舞台下方 只是感到心惊胆战 且十分委屈 自己就拉了一首二拳音乐 竟然送走了这么多人 就算觉得不好听 也没必要直接走啊 最重要的是 学生觉得不好听就算了 为什么连领导老师们都把头转过去了 特别是还有一位老师 竟然走了 这是为什么 难道我二胡拉的 就那么不堪入目 没人理解 那位拉二胡的学生 就像没有人能够理解 陈东来此刻的心情一般 这一场闹剧足足持续了接近半个小时 以学校两支安保队的介入才得以平息 陈东来郁闷地站在辅导员办公室 就站在一个月前他站的位置 陈东来 你说 你为什么要来中秋晚会 我之前不是给你放过架了吗 你来就算了 为什么要迟到 你知道 你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面对徐同问话 徐老师 对不起 我错了 陈东来熟练地点头认错 不过这一次 他还是有些不甘心 我认错 但是我也不知道 哪里有那么多娱乐记者和狗仔啊 你不知道 徐同一听就更气了 录影的中秋晚会 你觉得会没有媒体过来报道 徐老师 我真不知道 你也知道 我来自小县城 对大城市的这种大学晚会 真的不了解 陈东来再次打出感情牌 徐同微微犹豫 不过一想起最近这家伙惹的各种货 不由得怒上心头 你不要说了 一签字检查 明天交到我办公室 第43章 中秋月夜 陈东来有些无奈地走出办公室 晚风吹过校园走道 路旁那棵半人高的枝子树后 一片裙摆被吹得乱舞 一只白皙的小手 紧张兮兮地将裙摆抓住 而后捂回去 陈东来不用看 也知道是谁 出来吧 早看到你了 枝子树后 李雪柔红着脸蛋 脸上的笑容还没散去 他刚刚目睹了陈东来在办公室 被罚写检讨书的一幕 看到他吃扁 不由地想笑 你笑什么 我没笑 你明明笑了 我真有 陈东来懒得跟他争辩 准备回去写检讨书上 他走出两步 肚子忽然响起咕咕的声音 他的目光 不自觉地 瞥向身旁的李雪柔 今天是中秋节 你吃团圆饭了吗 没有 李雪柔犹豫了一下道 我爸妈都不在陆江 往年都是小姨 跟我一起吃团圆饭的 不过今天公司有事 她出差了 那我陪你过中秋节 陈东来一挥手道 走 请你吃好吃的 李雪柔有些呆呆地 跟在他身后 从陆江电影学院外的 十股路往下走 沿路走了十分钟 转角望见一面小湖 湖水在月光下 泛着皎洁光浪 湖边立着一座小亭子 上面用繁体字 写着龙舟池 龙舟池 李雪柔微微愣了一下 你来过 陈东来瞥向身旁的女孩 小时候跟妈妈来过这里 李雪柔下意识地道 那吃完饭来这里逛逛 陈东来开口 嗯 李雪柔点了点头 三猫私厨 这家店就开在龙舟池旁的老街口上 原色的木桌木椅 店内养了几只猫咪 装饰不算奢华 但打扫得十分干净 别有一番风味 陈东来看着熟悉的菜单 心中也微微感叹 这家店是他前世大学时候常来的店 老板是位老厨子 烧得一手极好的淮阳菜和川菜 记得他毕业没几年 这家私厨就火了 要吃上一桌菜 至少得提前一个星期欲约 你要吃什么就点 今天我请客 我看一下 李雪柔也是第一次来这种餐馆吃饭 他好奇地翻开菜单 一看却是有些愣住了 这上面的菜 竟是一点也不便宜 蟹粉狮子头 88元每份 花雕醉蟹 188元二值 芙蓉鸡片 108元每份 他抬头看着陈东来 凑上前小声道 陈同学 要不我们换一家餐厅 不用 这家很不错的 陈东来淡淡道 李雪柔犹豫了一下 道 要不我请你吧 看着李雪柔试探的眼神 陈东来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 他看出李雪柔的想法了 这小丫头 想替他省钱 真是个傻姑娘 以前他请姑娘吃饭 那些女生 恨不得去五星集点上最贵的菜 还从没遇到 主动想替他省钱的 不过傻是傻点 长得确实漂亮 而且还有点可爱 放心吧 请你吃顿饭的钱 我还是有的 陈东来笑名你的道 李雪柔却没听进去 应了一声 哦 便低头翻着菜单 没有点一道 老板 两份蟹粉狮子头 一份芙蓉鸡片 一份花雕醉蟹 陈东来却是没有客气 他这会儿的口袋里 可是还有着两万多的存款 吃顿饭不至于吃不起 菜一上桌 李雪柔本来是想淑女的 只是当他尝了一口芙蓉鸡片后 大眼睛不由地瞪圆溜了 而后 他的手不自觉地加快速度 一口又一口 陈东来虽然也觉得味道好 但毕竟曾经吃过 不至于失态 很快 李雪柔小嘴 撑得圆圆鼓鼓 手中拿着两只螃蟹角 眼神还无辜地跟陈东来对视了一下 他也觉得吃得粗鲁了 但又舍不得放弃手中的螃蟹 干脆把头一别 假装看不见陈东来 对于此 陈东来只能淡淡一笑 他第一次吃这家私厨的时候 表现可没比李雪柔好多少 我去上的厕所 陈东来起身去买了一下单 一顿饭898元 他看着银行卡少去的余额 不免有些感叹 生活质量的提升 往往都是以金钱作为代价 等到他回到餐桌上 午餐一趟 基本上已经被扫荡一空 李雪柔正擦着嘴巴 看到陈东来 脸蛋不油的一红 吃饱了 嗯 那去散散步 好 李雪柔低着头 跟在陈东来的身后 没走出两步 又偷偷抬头去看他 很显然 他吃完以后 就有些后悔了 自己怎么会那么粗鲁 吃了这么多东西 这样子 让陈同学怎么看我 龙舟池畔 晚风烈烈 有一家三口 正沿着池畔的大理石围栏散步 一对夫妻牵着一个孩子 遇到一个被许多客人围住的月饼摊子 彤彤 想吃月饼吗 想吃 那你说 妈妈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 妈妈就给彤彤买 妈妈是世上最漂亮的女人 好 那妈妈给你买 李雪柔看着这一幕 不由地停下了脚步 他转过身不去看他们 水波凌凌的笼舟上 倒影着一轮金黄的大月亮 煞是美丽 不过 李雪柔的眼睛里 却泛淡淡的失落 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跟爸爸妈妈 过中秋节是什么时候了 陈东来看到这一幕 想起李婉轩跟他说的 李雪柔的爸妈 从小就不在他身边 想来小姑娘是触景伤情了 于是乎 他悄悄绕到月饼摊子那去 龙舟池的水 直通陆江的内海 海风似的 晚风很大 李雪柔看着湖面出神 丝毫没注意到 满头的长发 被吹得凌乱 小姑娘 想吃月饼吗 一道轻挑的声音 在她的耳畔响起 李雪柔愣的侧身 却见面前 一个少年 手里拿着两个 冒着热气的月饼子 和一杯玫瑰花茶 递在她的面前 少年笑得很轻挑 却是让她的心 砰砰直跳 女孩犹豫了一下 饭后吃甜食会胖的 胖年好 少年的视线下意识 落在女孩脖子一下的位置 女孩看见了 她很想一脚踢过去 但不知为什么忍住了 红着脸接过月饼和饮料 很是淑女的咬了一小口 好酥 又轻轻抿了一口饮料 好甜 第44章 万万没想到 陈东来看着龙舟池中的明月 感慨不已 以前我总觉得 人生充满遗憾是必然的 没有人可以改变 可是最近 我却发现 有些遗憾 在她成为遗憾之前 其实还不是遗憾 可是当遗憾被改变 遇到新的人 开始新的故事 精彩的人生才算开始吧 人生苦短 李雪柔呆愣地看着 陈东来的侧脸 她虽然听不太懂 陈东来说这些话的意思 但是这一刻 她好帅啊 李雪柔的心砰砰直跳 可就在这时 好帅的少年突然转过头来 双目直勾勾地看着她 雪柔 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吗 是 那是 李雪柔的心脏 砰砰直跳 她 不会跟我提什么 过分的要求吧 难道是要让我当她的女朋友 我要不要答应呢 要是直接答应的话 她会觉得我很容易追到吧 要不先委婉地拒绝一下 然后明天再答应她 其实 现在答应也可以 只是以后要怎么相处呢 她要是提出 今晚跟我一起睡觉怎么办 可 你会写检讨书吗 帮我写一份 陈东来轻咳一声 李雪柔愣住 她突然觉得 眼前这家伙不帅了 就在这时 一道很突兀的手机 铃声响起 陈东来看是李婉轩打过来的 当即接了起来 陈东来 雪柔是不是被你给拐走了 李婉轩的声音从电话里传出 当即让气氛有些尴尬 陈东来抬头看李雪柔 他直接把头扭过去不说话 于是乎 他只能亲自解释 李总 雪柔是在我身边 但你这么说话就不对了 什么叫骗 雪柔那么聪明的姑娘 会被我骗吗 哼哼 你那肚子 坏水我可见识过 十个雪柔都不够你骗的 李婉轩的话落下 李雪柔有些诧异的 看向陈东来 轩姐 你可能对我有点误会 改天我再跟你解释 我先把雪柔给你送回去行了吧 算你识相 陆江外滩别墅 李婉轩看到李雪柔 上前拉过来道 没事吧 那家伙有没有对你 做什么禽兽行径 没有 李雪柔有些羞涩的回应 心中暗道一声 那家伙只是禽兽不如 没有就好 李婉轩拉着李雪柔手 道 我跟你说 这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 你忘记上次他骗你的事了 这家伙没准就是为了懂事柳柳在永心的 李总 我这人还在呢 陈东来表示有意见 李婉轩眼眸一瞥 道 你过来 我有事跟你谈谈 陈东来跟了上去 李雪柔也想跟上去 不过 却被李婉轩叫去睡觉 李总要谈什么事 陈东来很有耐心 也不是什么大事 就是告诉你 接下来几天 尽量不要出现在公共场合 李婉轩一身制服 勾勒出完美的弧线 轻易在阳台上 为什么 陈东来不解 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 李婉轩桃花眼微微一白 什么事 陈东来愣了一下 他记得自己最近 好像也没犯什么重怒 甚至那首 《同桌的你》 还将他的舆论洗掉了 怎么就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了 十月星秀季啊 李婉轩有些无语 星秀季怎么了 陈东来皱眉 已经有消息传出 嘉胜和红杉等几家的娱乐公司的歌手 准备十分充足 而且 他们还要联合宣传 共同来抵制你 李婉轩正色道 质押我 陈东来愣了一下 道 不会吧 我就发了一首 《同桌的你》 而且歌都还没发行 怎么就要被联合质押了 你真是对娱乐圈一点也不了解 往年的新秀季 像《同桌的你》 这类金曲集的歌基本上一出现 就预定了第一名的位置 各大娱乐公司也不会有去竞争的念头 李婉轩翻了个白眼 那为什么轮到我的时候 他们就连手之鸭呢 你应该知道 前段时间 嘉胜挖走了三部的一些金牌作曲人吧 知道 怎么了 这几年 永兴的发展不太如意 除了音乐外的业务 几乎全线都被嘉胜追赶上 他们要冲击华夏娱乐的龙头 取代永兴的地位 今年的新秀季 他们绝对不会放手 陈东来听着 若有所思 道 永兴跟嘉胜开战 那跟我去公共场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 新秀季的战火一出极燃 最迟明天 嘉胜他们就会开始发力宣传 你作为永兴今年的新秀头牌 我也给你安排了一些广告 你的热度这几天会暴涨 去公共场合可能会引来麻烦 李婉轩解释道 广告 陈东来眼睛一瞥 道 什么广告 我怎么没看到 李婉轩欲解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你应该已经看到了 看到了 陈东来不相信 你别骗我 你打开微博看看 陈东来打开微博 只见娱乐热搜上挂着的 只有昨晚他酒后唱 老男孩的新闻 他刷新了两下 还是那几条关于 老男孩 没有啊 那前两条不就是 前两条 陈东来不耐烦地 将头条拉上去 前两条赫然是关于 老男孩的新闻 他愣了一下 而后瞪大了眼睛 老男孩的视频 是你让人发的 李婉轩笑盈盈地点了点头 陈东来却是沉默 他本以为是宴会上 其他的艺人 嫉妒他的才华 所以拍了发出来 想要让他 深陷舆论之中 万万没想到 始作俑者 竟是他最信任的李总 注意到陈东来 忧愿的目光 李婉轩淡淡道 你也别这么看着我 虽然这些文章 是让你陷入了一些舆论 但是你刚刚出道 最缺少的就是关注 所以舆论对你有百利而无遗害 对于李婉轩的解释 陈东来选择了无视 他只知道 接下来恐怕又没什么机会 去学校上课了 徐童肯定又会给他放假 那他的期中考和期末考怎么办 最重要的是 大学生活那么好 就这么错过了 如果没什么事 你最近也可以不用来公司 你的歌会采用线上发行 你可以在微博上联动 至于后续的安排 等新秀记过了 我再通知你 哦 如果实在闲着 可以写新歌 新秀记后应该会用上 第45章 新秀记 10月新秀记拉开序幕 今年的乐坛新秀是谁 嘉胜娱乐发布公告 流量艺人陈旭坤进军乐坛 将在10月新秀记上发布处女座 从不捧新人的红杉娱乐 宣布10月安排音乐练习声出道 永新今年的底牌是郑宇 还是陈东来 微博上 10月新秀记的话题铺天盖地 陈东来躺在床上 刷着微博 正如李婉轩所说的 嘉胜这一次的确是来势汹汹 他们推出的那个流量艺人陈旭坤 热度完全不弱于郑宇 而且实力也比郑宇强了不少 拍了好几部的网剧 深受光大年轻少女们的喜欢 微博上的话题 更是被被他们拿下了不少 不久前还挂在上头的关于 老男孩的视频 此刻已经被挤到热度榜的下方去 不过 那些关于陈旭坤的话题中 也有不少都会扯上陈东来 陈东来和陈旭坤 哪一个才是今年的黑马 这一类话题在微博上深受关注 许多人觉得陈东来刚刚出道 歌曲虽然做得不错 但从流量和热度上看 陈旭坤却是远远的超过他一截 毕竟这个陈旭坤 很早便混迹娱乐圈当演员 这几年更是拍了几部大热的网剧 他的人气高的已经超过了郑宇 隐隐有成为华夏顶流小鲜肉的趋势 这种流量和热度上的碾压 几乎不可能在短期超过 陈东来的微博下方 此刻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微博论战 我觉得陈老师的 同桌的你 可以直接夺冠 想多了吧 陈旭坤比他火多了 我觉得是陈旭坤才是最终的第一 我倒觉得还会有其他的黑马出现 你们知不知什么叫才华及一切 就那个陈旭坤 他拿什么跟陈东来比 同桌的你 老男孩 怒放的生命 这三首神曲 难道还比不过那张 比女人还嫩的脸 我不管 陈旭坤一定能夺冠 看着这些充满戾气的评论 陈东来面不改色 他在欣慰自己 也有了粉丝的同时 随手开了个小号 对那些陈旭坤的脑残粉们 发去了几句亲切的问候 与此同时 在公司准备十月新秀季宣传的证语 他也看到了这些微博 极度的火焰在他的眼中燃烧 在他看来 陈东来的这些热度 本应该都属于他的 身为永兴的太子爷 他才是永兴要力捧的对象 十月新秀季的主场本该是他 要争锋 也是他和陈旭坤争锋 然而却是因为不久前 微博上的那一场骂战 结果到现在 舆论也没完全洗掉 而且 他在洗舆论的时候 陈东来却是借机发布了歌曲 那首《同桌的你》 他凭什么写出来的 肯定是运气 只是他这运气 未免也太好了吧 而且 李婉轩也被特批回到永兴了 肯定是要去捧陈东来 以这个女人的手段 没准真的能让陈东来那个穷学生 在新秀季上一步登天 不行 这种事情绝不能出现 陈东来 我得不到的 你也休想有 郑宇目露争鸣 越想越气 心中渡火撑的胸口 起伏难平 他直接一个电话给了孙东 电话刚接通 而后就瞬间被挂掉 郑宇愣了一下 怎么回事 他又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又是直接被挂掉 嘟嘟嘟 听着电话里头 那寂静却有节奏的声音 郑宇有些怒了 他再打了一个过去 这一次 电话顿了三息之后 被接通起来 孙东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你什么意思 郑宇发作了 哼 什么意思 电话那头 孙东冷笑一声 一点也不客气地怒道 李婉轩回永星了 你为什么不说 你知不知道 这几天他已经在调查了 我损失了十几个渠道 要不是收手得快 这一次也就栽了 郑宇愣了一下 瞳孔缩放流露出一抹骇然 李婉轩竟然动手得这么快 郑公子 这段时间 你还是不要找我了 否则我要是栽了 你也别想独善其善 电话那头传来孙东沉闷的话音 随后便被挂断 听着那嘟嘟的电话声 郑宇却不再愤怒 眼神中泛着一丝慌乱 感觉背后有些发凉 李婉轩怎么会第一时间就开始调查 难道他之前就怀疑我了 他的心乱作异团 次日 同桌的你 如期上线 与他一起上线的 还有家圣娱乐陈虚坤的 《童之炫话》 以及其他几位家圣娱乐新秀歌手的歌曲 十月新秀季的第一场战争 拉开序幕 身为流量艺人的陈虚坤 直接在微博开始宣传 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新歌 这是宋真老师写的歌 相信大家很多都听过宋老师的作品吧 他是歌王康生前辈的作曲人 这首歌 是我提前半年找宋老师预定的 大家可以试听一下在选择付费 这条微博已经发出 便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刚刚买了 很好听 不愧是坤哥 太好听了 我耳朵要怀孕了 大爱坤坤 陈虚坤坐在团队办公室内 他看着微博上的好评 面色却十分平静 这首同之炫化 可是王牌作曲人宋真老师的作品 而他为了唱这首歌 更是苦练了半个月的唱功 在他看来 十月新秀季的第一名 就是他踏入乐坛的第一步 至于那个陈东来 他根本没在意 一个刚刚出道的大学生新人 怎么跟他比 估计也就是炒作的手段高级了一些 等过几天就原形毕露了 就在这时 他身后的门打开了 经纪人高和 迈步走了进来 坤坤 你要不要做一些活动 比如 等歌曲的销量突破一定数量 送一送千名照 高和看看陈虚坤 开口见一道 不用 我对我的歌曲有信心 陈虚坤果断地拒绝了 他觉得自己进军乐坛 完全足以靠实力 送千名照这种营销宣传手段 如果去做了 简直就是侮辱他的实力 其实适当的营销 也是有好处的 而且 这一次新秀季发歌的人 的确不少 他们的实力 也不全是很差劲的 高和那张中年男人的脸 陪笑道 不料 陈虚坤拒绝得很坚定 高和感觉有些无奈 犹豫了一下 问道 你有听那个陈东来的歌吗 第46章 告拜 陈东来 陈虚坤那张比女人还水嫩的脸露笑 他的歌我不听 一个刚出道的大学生而已 估计也就是炒作得好一点 不值得我去重视 看着面前人自信的笑容 高和却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如果对于一般的新人 陈虚坤这么自信 显然是好事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 陈东来这个名字 他再熟悉不过 在录影的笑歌赛上 他是第一个发现陈东来的才华的 事后 陈东来拒签加胜 他更是动用了不少资源 给了压力 结果没想到 他竟然签了永星 而后一路看着他身陷愚润 又冲出愚润 作品一手接着一手 而且质量几乎都不逊色于怒放的生命 如果这一次新秀季被他夺冠 那自己这个加胜的总监 简直要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 毕竟当初是自己拒绝 以B级合约签他 而后才轮到永星签了他 你有空可以听一下 高和丢下一句话 而后转身去 作为一个在娱乐圈 混迹了十几年的老人 他深知 有实力的歌手 一旦遇到机会 绝对会冲破一些 就算是顶尖的流量艺人 也无法跟其相比 看着高和离开的背影 陈虚坤有些不以为然 他的身旁 娇滴滴的小助理开口 坤哥 要不要听一下 那个陈东来的歌 不用 陈虚坤拒绝得很坚定 与此同时 陈东来正在家里 敲着他新买的新电脑 写着鬼吹灯 李婉轩给他放假 徐桐也不让他去学校 他也乐得清闲 从日出到日落 新秀季首战的数据 在晚上九点被公布 这一天 发行歌曲的新秀歌手 足足有上百位 除缺一些小娱乐公司的艺人之外 剩下的约莫二十来个 都是永星 嘉胜以及红山娱乐三大巨头的 三大娱乐巨头的 歌手总数虽然不多 但几乎每一位 都在新歌排行榜的前列 十月新歌榜上 排名第一的 赫然是嘉胜娱乐的陈虚坤 一首 同志炫化 当日销售达到101万 这个数字 将排在第二名的郑宇 甩了将近一倍 虽然都是流量艺人 但销售数据一出 高下立盘 排名第三的 是红山娱乐 一位叫做林诗娇的女星 一首原创 《诗之梦》 虽然歌曲上重归重矩 但其嗓音得天得厚 再加上本身有着不菲的人气 销售量达到46万多 十分接近正语 再之后 也是一些其他的艺人 转战歌坛的 同桌的你 排在第九位 首日销售仅有十万多 对于这个结果 网络上众说纷纭 但是大多数都是一些追星族的捧臭角 为自己的偶像买单宣传 其中以陈旭坤的粉丝最胜 坤坤永远的神 排行榜上那些歌加起来 还不如坤哥一首 之前是谁在那边说 陈东来可以夺冠的 自己看看 打脸拨 流量艺人的影响力 体现无疑 几乎一整天 微博的娱乐板块 都被陈旭坤 以及其他几位新秀歌手的粉丝给包园了 但凡有人说陈旭坤的歌不好 或是觉得同桌的你比同志炫话 好听一类的评论 基本上瞬间就会被上百人攻劫 逼得他们不得不删除博文 陈旭坤躺在沙发上 看着微博上的盛况 再看看排行榜 他只是淡淡一笑 目光瞥向不远处的 一直盯着排行榜的高和 想起了白天时候 他跟自己说的话 当即道 老高 我看你就是太紧张了 以我的实力 这次新秀季 应该是没有意外了 高和苦笑一下 摇了摇头道 希望如此吧 以他的眼界 从这排行榜上 已经看出了不寻常的变化了 排行榜前十之中 除了《同桌的你》之外 其他每一首歌 几乎都是自带流量的艺人 转型歌坛才有的成绩 就算将排行榜拉到前20名 那些歌手 也基本上都在一些练习生节目上 路过一两年的脸 多少有点流量 而陈东来 这个可以算得上纯粹的新人了 他的歌 高和竟然能够在一天之内冲到排行榜第九 只此一个数据 就足以说明 那首《同桌的你》的不同寻常了 以他的经验不难看出 接下来几天 同桌的你 动静只会更大 不会更小 他只能希望 陈旭坤的流量 真的能打败歌曲之间的差距吧 高和的眼角 再看了一眼排行榜 看到那首《同桌的你》 依然停留在第九的位置上 心不由的安了一点 与高和有着同样忐忑的 还有那位嘉胜的王牌作曲人宋真 宋真看着手机 听了一遍自己写的《同志炫话》 又听了一遍《同桌的你》 他陷入了久久的沉默之中 那张带着昔日无数荣誉的老脸上 流露出一抹复杂 许久才感叹一声道 单从歌曲上 这次我的确是输了 身为一个王牌作曲人 他自然能够听出 歌曲质量的差距 他的实力不允许他自欺欺人 而似宋真一样有同感的 还有无数听了《同桌的你》 也听了《同志炫话》的网友 各大娱乐公司 都在捧着各自的新人 永兴自然也不会例外 只是在永兴内部 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一个声音提议新秀记 将资源倾斜给郑宇 另一个则是提议倾斜给陈东来 经过一天的开会 最终还是郑宇一方的声音 占据了优势 主要渠道的推广资源 几乎全部给了郑宇 只剩下一些细微的 不能再细微的渠道 分给了陈东来 对于这个结果 李婉轩绝对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乎 当天晚上 红金转发了 《同桌的你》 宣传海报 杨宗李转发了 《同桌的你》 宣传海报 天后张静一也随后转发 并且评论 这是目前为止 我在新歌榜上 听到最好听的歌曲 还有许多的一线歌手 纷纷出手 这一举动 是李婉轩对于公司那些人的不满 也间接地在微博上 掀起轩然大波 就单是天后张静一的粉丝 就有接近5000万 他的一条微博 直接上了热搜 无数人关注到 这首叫做《同桌的你》的歌曲 但是 麻烦也随之而至 在我订阅中 我订阅时